好,我們繼續開會 今天5月11日 我們第一下是縣長的施政報告 第二項,縣府報告上市大會 決議案執行情形 第三下是各單位的工作報告 好,先讓我們請我們黃縣長 再做施政報告 只有三個小時就好了 我會控制 大會主席陳副議長 各位議員先進 各位媒體的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到大會 來做105年度 第一次定期會的施政報告 我的施政報告 今天會從縣政的 11個大面向 來分類來做報告 同時今天也幫各位準備了一份 我的口頭報告的書面資料 在各位議員的桌子上面 你們是彩色版的 我用黑白的就好了 省一點錢 好,第一個是教育 我們剛剛辦完了10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這個運動會總共的經費是一億兩千五百萬 全部由教育部來補助 這個是我這一次爭取 來辦理這次運動會的 跟教育部的條件 就是台中縣政府不出錢 全部要由教育部來負擔 教育部也同意 那在4月的23到28 然後緊接著下來 又辦理全國大專運動會 從29到5月4號 那這一次全中縣辦理非常的成功 各界的口碑都非常好 雖然我們教育處跟籌備處的同仁很辛苦 但是我想對台東來講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它的好處當然很多 第一個在一億兩千五百萬裡面 我們用在資本門 利用這一次的辦理活動的機會 來修繕我們的運動場館的錢 就花了將近四千萬 各位在畫面上看到 這個是我們新的修理過之後的田徑場 包括座椅啊 包括這個看台的座椅啊 包括夜間的照明啊 包括這個跑道啊 還有草坪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第二個是在台東辦理 讓我們台東的孩子有更多的參與 不只是選手 我們這一次的台東的代表隊 比以前要多一百個人 另外就是我們的孩子參與在那個開幕典禮的這個表演裡面 還有我們很多的台東的孩子 可以到各個比賽的場所去擔任志工 這些都幫助我們的孩子 增加他的一些這個學習 見習的這樣的機會 那另外 當然我們 這個 這兩個禮拜的時間 給台東的商家 帶來非常非常可觀的效益 不管食衣住行 我想都為台東市區 很多我們台東的商家業者 帶來非常多的這個買器 那這些都是我想全中央這次辦理的一些很好的成果 另外我要報告的是 我們105年的校舍的重建 這個校舍的補強重建 一直是我上任之後啊 非常重視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從103年開始 去爭取慈祭 來協助我們 援建我們台東的校舍 那 今年陸陸續續都動工了 各位在這個表格上面看到的 這一次慈祭幫助我們的是 總共9個學校 23棟的校舍 總經費 達到6.4億 達到6.4億 幾個學校的這個 工程的這個模擬圖 示意圖 在這邊也提供給各位 藝人來參考 我想 如果不是民間的力量這樣來協助我們 要靠我們自己用公務 預算 來編列這樣的6.4億 可能要花很長很長的時間 非常多的年度 才有辦法真正來做到 那也因為 實際可以幫我們做這個重建的部分 我們自己就把我們自己的資源 拿去做一些補強的工作 我們比較能夠集中在我們的這個幾個學校的補強 像在這個圖表裡面 八所學校 十一棟校舍 大概三千多萬的補強的這個工程 也都可以在今年來陸續來施作 我相信這樣一來 對我們整個國中國小的校舍 老舊校舍的這個重建 提供給孩子更安全的學習環境 是絕對有很大的幫助的 我特別做了一個整理 從我上任之後 99年到105年 這6年的時間 我們投入在重建或者是補強 校舍的重建跟補強上面 總共加起來 大概就有17億的經費 17億的經費 這個對財政非常困難的台東 我想這個是非常非常 這個非常大的一個金額 當然這17億裡面 包括民間所給我們的一些支持 那另外 今年我們這個新圖書館跟綜合體育館的 這個新建工程 總算在最近有了一些進度 各位都知道 這個是我在這一兩年 很認真在推動的 之前搬割了一點點的時間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工程 對這個工程總共需要的 這個費用大概是五億元 那五億裡面 我們要跟中央跟教育部爭取最高補助的額度 就是兩億 那原則上 原則上教育部也同意這兩億 但是有一個前提 那就是說 你這個場館的委外 必須要完成委外的這個招商 它才會把那個同意你的兩億的公文給你 我們也才能夠 有這個公文 我們才能夠進行這個 整個工程發包的這個作業 那這個委外的部分 我們其實招商是遭遇到了一點困難 已經經過第三次流標了 那終於在上個月 終於在上個月我們完成了這個真審 那也確定了 要來將 以後要來經營的這個 這個廠商業者 那所以順利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在今年的八月動工 那預期要兩年的時間 包括圖書館 包括這個綜合體育館 我想這個工程完工之後 對台東的閱讀 對台東的運動休閒 都會有很大很大的提升 我們非常的期待這樣的一個案子 另外 我們為了讓台東的教育 更能夠符合這個時代的趨勢 凸顯我們在地的這個特色 把這些都融入到我們的教學裡面來 從今年開始我們要推動幾個實驗教育 這個我相信對台東來講 雖然不是走在最前面 但是也比其他的縣市 有很多的縣市已經走得快了 那我們預計要投入2300萬的這個經費 那麼主要都是由教育部來 那從今年八月開始我們要示範幾個項目 包括很重要的就是這個電腦程式語言設計 這個是現在是國際的這個趨勢跟潮流 將來整個世界的發展已經走到這種數位 走到必須要寫城市語言的這樣的情況 我們在國際教育原住民教育混零教育行政整合 這幾個面向我們都已經選定 有幾個國中小學我們要來開始來推動 那將來我們還希望能夠把這個這個推動的這個範圍 還可以再擴大給更多的這個學校 那另外我們有特別挑了一件來跟各位報告 就是剛剛講到因應數位時代的這個來臨 我們怎麼樣利用科技縮短城鄉的差距 我們在今年要開始推動一個是全台首創的 就是我們的行動數位學習列車 我們從花動基金爭取了2400萬 這個是四年四年起的第二起的花動基金 然後教育部配合一部分 海中先生府自己配合一部分 我們要去打造一個數位行動學習的列車 那這個車子很行動的 這個很機動性的 那可以開到學校開到社區裡面 只要學校或者社區糾團有十個人以上申請 我們就把車子開到那邊去 然後就在那邊就可以開始來提供這個數位的學習 所以而且是免費來做 那所以這個可以克服場地的問題 克服很多經費的問題 那這個數位學習的列車 應該可以協助我們台東的大小朋友 都能夠更快地進入這個數位的這個狀態 那第二個進入第二個大象 我要報告是我們的藝術跟文化 今年台東要辦理2016國際阿卡貝拉音樂藝術節 這個藝術節在亞洲是最大的一個 也是唯一的一個人生 阿卡貝拉人生的這個藝術節 那去年我特別到上海 去年在上海辦理 我去年特別到他們邀請我到上海去接齊 把它接到今年要在台東辦理 8月17到20日 這個參與的國家是全世界各地來的 包括台灣在內 那有很多非常好的阿卡貝拉 非常知名的阿卡貝拉的團體 會到台東來 那這個辦理的期間除了表演之外 還有比賽還有工作坊 那培養這個人才 推廣教育的這個課程 所以相信是會非常精彩 這也是很重要的跟國際連結的一個 音樂藝術的一個饗宴 那另外我們已經推動進入到 第六年的台東藝術節 成果越來越豐碩 今年我們有13個場次的 這個都是非常高檔的節目 也持續在推動當中 我特別整理了 我們藝文人口成長的這個狀況 請各位參與在第18頁的這個表格 剛剛提到的台東藝術節 從第一年我們推動的時候 只有4000多人去參與 到去年已經有18,890人 將近2萬人來參與 跟藝文包括這2萬人 都是全部都是買票進場的 因為我們台東藝術節 每一張票都是要購買進場 包括現場 我常常去看 我都是自己買票進場 那我們的這個 除了台東藝術節以外的藝文活動 在演藝廳 一年300多場 這個人數也從 一百年的六萬一千人 增加到現在已經超過十萬人 每年有超過十萬人次 進到我們的演藝廳看表演 這個對台東整體藝文 這個風氣的帶動是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這個成長的比例也百分之六十五 那除此之外 像我們的美術館 現在我們的美術館 一年大概有好幾檔次 那全部都是排滿的 全部都是國家頂級的 或者是世界水準的這樣的藝術家 來進駐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那個 進到美術館去觀賞我們的節目的 這個我們的展覽 從兩萬三千人到八萬九千人 這個成長幾乎三倍 那另外我非常欣慰的我們的圖書館 圖書館的進館人數 從九萬多到現在已經有六十萬人次 進到圖書館 這個是五倍以上 那借月的書籍也都不斷的在成長 打造台東成為一個充滿藝文氣息 充滿閱讀風氣的這樣的一個城市 是我們要持續推動努力的 另外在歷史建築的保護這個上面 我特別要跟我們一人來報告 我們在東女對面 台東市民泉嶺這一塊 我們經過我們兩階段的努力 在104年7月我們完成了 13筆土地的這個五場的波用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們 這個橘色的這個 都是我們在104年7月完成波用的 那接著下來我們在今年3月 又完成了14筆12部的就是淺藍色的 所以整個整個這個區塊 這個是台東僅存 最龐大的數量最多的日式建築群 非常珍貴 那我們台東建築府整個把它 從國有財產局的手上 全部拨用過來 全部拨用過來 拨用過來以後怎麼辦 接著再來就是要開始去修復 要開始去管理維護 可是這個部分是很花錢的 我先跟各位報告 我們已經完成了一棟日式建築書 這個就在台東 台東女中那個大門的正對面 正對面 這一棟我們花了600多萬 當然主要是跟也是跟中央文化部爭取 跟花東基金爭取 那這一棟完成了這個修繕之後 我們現在也正在準備要委託經營 因為整理好之後 就是要有人去經營管理 朝著文創的產業這個部分 去做委託經營 我們預計今年9月就可以開始來營運 那先生府可以收部分的這個租金等等 那將來我們還陸陸續續 希望能夠從中央爭取到經費 一棟一棟慢慢的來把這個日式建築群 做更好的維護修繕管理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八仙洞的這個國定遺址 八仙洞從民國95年 就被公告為國定遺址 這個地方是我們台灣唯一一個超過兩萬七千年的人類遺址在這上面 非常非常珍貴 學術價值這個非常高的 就實際時代的一個遺址 那麼他從95年被劃定為公告為國定遺址之後 實際上我們發現裡面這些洞穴被佔用的情形非常的嚴重 那所以95年到現在100年 這十年之間 其實一直被視為要排除這些佔用是不太可能的任務 但是我們非常的堅定的去做這個事情 一直到今年法院判決也是確定定驗 就是我們讓我們能夠把這個被佔用的這個狀況 全部能夠來清理出來排除 那現在我們正在做後續的一些作業 希望能夠讓這個遷出的這個廟室也好 這個佔用的人也好 都能夠妥當的來被安置 那未來這個我們要跟這個東莞處一起來合作 怎麼樣把這個地方做更好的維護 然後讓它的這個這麼珍貴的人類遺址的這樣的一個古蹟 國定古蹟能夠呈現出來 凸顯出來 我相信這個對台東是非常重要的 將來在考古觀光 這個在學術研究上面 都一定要一個非常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們今年又是到了我們兩年一次的南島文化節辦理的這個期程 那我們南島文化節從兩年前開始 我們不再是只有幾天的活動 我們希望它能夠是一個呈現一個帶狀的 所以今年會從六月到十一月 那活動的內容除了歌舞啊這些表演之外 我們希望文化藝術的層面 甚至於落實到原住民生活的這個部分 能夠更多的是變成是我們南島文化節的一個一個主軸 那這次總共的經費是一千五百萬 那其中原民會補助一百萬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現在包括原民會對這樣的一個活動的補助 都已經非常少了 十幾年前我們第一次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可能原民會的補助是一兩千萬 辦到現在已經怎樣 一百萬還沒看賣 當然他們有安排國外的表演團隊到台東來參與這個活動 可是我想這個活動真的我們辦的已經越來越辛苦了 這個我想我們還可以再來檢討 大家都還可以再來檢討看看 可是我們認為台東的南島這個元素是每天存在的 我們並不需要依靠南島文化節 才說這個我們台東是南島的原鄉 所以像在一百零五年 我們縣政府就第一次辦理了全縣的這個原住民越武競賽 這個越武競賽 等於把我們整個部落炒熱了一遍 各位看到我們這一次參加我們這個越武競賽的年齡 是從七歲到八十三歲 七歲到八十三歲的原住民同胞 都參與到這個越武競賽裡面 我們分成四個組別 有音樂的有舞蹈類 然後有團體組個人組等等 那在全縣每一條路線辦理出賽 出賽以後進入決賽 而且每一場的比賽 我們都用我們都把它錄影錄音 數位典藏 那優勝的隊伍 將來我們要推薦給更多的企業來做商演 我們每一個局處辦理活動都希望給他們更多的舞台 除了這個比賽 除了本身要帶動這個越武的這個風氣跟文化之外 我們希望培養出來優秀的人才 不斷地培植優秀的人才 讓他們能夠在更多的這個平台上面 去展現他們的這個這個才華 那另外我們跟圓民會爭取經費 來建制的這個原住民文創聚落 也已經接近完成了 接近完成了 這個位置就是在我們鐵花路底 原來的台器的這個機修場那個地方 是閒置的空間 但是經過我們 這樣的一個改造之後 現在非常非常的棒的一個場地 我希望在完工的時候我們有機會 帶我們議會的各位議員去那邊實力的在考察 那它是將來會是一個我們原住民文創 文化跟一些文創產業創作演習的一個基地 我們現在正在招募新銳的這個藝術家 要住村 在那邊創作 將來這個我們一般的民眾 也都可以來參與 裡面有最好的設備 裡面有很好的空間 我們希望也將來有更多的這個師資 來帶動 所以如果我們的文化是可以平常常態性的透過樂舞的競賽 透過文創的這個演習 甚至於再加上部落自己傳統的記憶 不斷的在推動 這個兩年一次的南島文化節 我個人認為 我們其實是可以考慮來停辦的 我們可以考慮來停辦的 對我們來講 每次辦理這個要花編列一千多萬的經費 對台東縣政府是非常龐大的負擔 中央已經不太支持這個 然後你辦的這個活動 帶來的效益是什麼 真正做不到文化傳承 文化傳承不需要靠辦活動 文化傳承我們常態性的在做 所以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文藝在這邊拋出來這樣的議題 當然 這個我們都還可以再討論 那我覺得 這個 辦理了十幾年的南島文化學 其實是可以考慮 給他畫一個完美的句點 第三個我要進入到觀光 特別跟 首先跟藝人報告 我們已經辦了五年的 台灣國際衝浪公開賽 去年 這個 也一樣非常的成功 那去年在十一月份 我們辦理的這個衝浪公開賽是全台灣 唯一一個 跟 世界衝浪組織 WSL 的這個 連結的一個正式的一個比賽 去年的檔次 甚至提高到QS 1500的這樣的一個等級 那超過13個國家 700個國際選手來參加 多半是日本跟澳洲 但是去年也有第一次有秘魯跟艾爾蘭的 艾爾蘭級的選手 那現在這個比賽 台東的這個比賽 都是官網上面直播 每天都有超過10萬人次在觀賞 所以我相信這個對整個台東的行銷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總獎金200萬 這個也是全台灣獎金最高的 檔次最高的 一個比賽 我們今年還會持續來推動 我們第六年的 熱氣球加年華 馬上要在7月1號 今年的7月1號 正式開辦 7月1號到8月7號 是我們辦理今年熱氣球加年華的期間 各位可能注意到 就是說我們的時間在縮短 實際上很多我們台東的業者 民宿業的業者 餐理業的業者 在告訴我們 為什麼現在還要把這個辦理的時間在縮短 當然我跟各位議員報告 每半一天我們的負擔就要加重 那實際上 就算我們辦一個月再多一個禮拜 這個也是全世界最長的熱氣球加年華 目前全世界最長的熱氣球加年華 除了我們之外 第二場的大概就只有十天了 只有十天 我們台東先生母辦的是四十幾天的 三十八天的 所以它的效益其實已經呈現出來了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常態性的熱氣球的飛行 這個是由天際航空在經營 所以實際上我們要回歸到正軌 就是加年華漸漸的要縮短 但是我們常態性的要讓它越來越做越好 那另外我們從去年開始 我們把我們的光雕音樂會 非常吸引客人的光雕音樂會 我們開始下鄉去了 到太馬里 到這個池上 到海線成功都去了 那今年收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今年我們會持續這樣做 今年我們持續下鄉 也帶動鄉鎮的這個觀光產業 然後大家一起能夠享受到 參與到這個熱氣球所帶來的盛況 台東也現在變成是 這個運動修憲產業一個 大家最嚮往的地方 光是我們的鐵人三項的比賽 今年大型的鐵人三項比賽 我們台東就要辦理七場 七個場次 有國際的像Ironman 像Challenge Family 剛剛上個禮拜 Challenge Family才剛剛辦完 Challenge Family這一場 選手數就兩千人 而且這些鐵人帶著家人來 他參加比賽之後 就在這邊度假消費 對我們台東的市區 特別是市區的這個觀光產業 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但是我們一直覺得 台東的觀光旅遊業 要更多的來接軌國際市場 我們的這個旅客的這個組合 我們覺得國際觀光客 這個部分需要再成長 需要再成長 所以我們到國外去開拓 我們的這個旅遊市場 這樣的一個動作 要持續來加強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鎖定目標市場 這個拓展國際觀光客 並不是散彈打鳥 我們的資源有限 我們甚至於每年能夠編列出去 做國外推銷旅展的這樣的經費 其實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鎖定我們的 這個目標的這個客群 是有比較有機會到我們台東來的 所以我們去分析 從不管從觀光局的統計 不管從這個我們自己的 目標市場的這個策略 我們最後我們歸納 大概我們要鎖定的市場 其實很簡單 就是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然後這個香港港澳 港澳新馬日韓 再加上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自由行的客人 那個都是我值得我們去強力去推展的一個客群 未來我們也持續要往這個方向 再去努力 我們來看看這幾年我們 觀光產業在台東所帶來的這個效益 在第31頁的這個表格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的飯店的房間數 我現在這邊所說的飯店 是不包含民宿 然後也不包含觀光旅館 這個是一般旅館 觀光旅館就是跟觀光局申請的 像台東的話大概就是 納盧灣 日輝 資本老爺 其他的 是跟地方政府 跟我們申請的這些旅館 他的房間數 從98年我上任的時候是4284個房間 到去年底 已經成長到6207個房間 所以他的成長率是45% 那住客的人數 住房的住客的人數 從這個七萬七十一萬人 七十一萬人到242萬 243萬 不要忘了這個時間 這段同樣這段時間 我們的民宿成長的比飯店還要快 所以在民宿吸走很多客人的情況之下 104年246萬人 所以他的98年到104年的成長是242% 就是成長的兩倍多 那麼住房率從原來的32%到104年是57% 也就是說其實他雖然房間數增加了 他的住房率是增加的 住房率還提高這麼多 因為為什麼 遊客多了 遊客多了 那他的餐飲收入也從1.75億成長到4.59億 這也是成長的162%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這一些飯店用的員工 從9000多人到現在已經21000多人 而且我相信這個市場 現在還非常非常的缺工 還在繼續再找更多的員工進來 所以他對整體台東的這個商家的營業額也好 對就業的這個創造也好 都有很大的幫助 那講到商家營業額 要跟各位來報告 這個資料是從國稅局來的 國稅局所有台東的商家 他開出來的發票 或者國稅局去查核統計出來的 那麼在99年 一整年我們台東的商家的營業是529億 那到去年已經成長到809億 每一年台東的商家多做280億的生意 一年增加280億的生意 這個成長是53% 那我要特別指出 其中飯店跟餐飲的業者佔的比重 還不到10% 9.7% 在809億裡面 他只有79億是飯店跟餐飲 所以很多人講 現場你推動觀光 那就好到飯店跟餐廳 錯了 錯了 不到一成是飯店跟觀光 其他的各行各業 都佔了很大的比重 當然你看到這個飯店跟餐飲業 他的比重是成長的 他原來還佔的更低 6.8% 現在成長到9.7% 當然他是很直接的 但是觀光產業帶來的教育是全面性的 是全面性的 絕對不是 我們一年增加了280億的營業額 增加多出來的280億裡面 其實只有43億是在飯店跟餐飲 是在飯店跟餐飲 好我要進入到社會福利的這個部分 各位都很關心我們的 要今年即將要動工的這個幸福住宅 幸福住宅是用現有的土地 我們自己去花錢去蓋 蓋來以後我們要出售 也謝謝議會支持我們這樣的一個條例 讓台東縣第一次辦理這樣的事情 那雖然在線上這個登記 要來購買的民眾有兩千七百多人 七百多人 但是實際上這個我們是需要審查資格的 現在這個在他們的這個申請書寄過來 目前還是有超過一萬 超過對不起一千 一千一百六十戶 希望能夠來購買 那我們總共蓋的戶數是三百戶 所以如果說這些人都符合資格 第一個我們要抽籤 第二個我們要認真思考 是不是我們接著下來還可以再退第二期 接著還可以退第二期 那這個是預計今年動工 我們希望在一百零七年可以讓大家入住 那個剛剛講的那個是要賣的 另外我們也推出社會住宅 這個社會住宅是安居家園 這個是我們只要出租不賣的 但是我們用比市場行情大概低 這個四成到將近一半的這樣的價位 來提供給我們比較需要我們幫助的 這些我們台東的鄉親 我們總共要花目前規劃是1.8億 那麼再來要興建40億戶 那這個也是希望能夠在今年完成設計 動工一百零七年能夠入住 這個是我們在住宅政策上一個很重大的突破 很重大的突破 那這個社會住宅我們只租不賣 而且我們設定在長期 不是長期要讓他去住的 是過渡時期 一旦他自己這個在在這段時間培養了自己的經濟能力之後 我們希望他可以離開 然後把這個空間讓出來給其他需要的人 我們有一個社福的方案叫做聚福食堂 這個是我們從去年11月開始推動的 特別利用這個機會跟議員們報告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請社區自己來提出申請 讓社區自己找地方 然後讓社區的媽媽自己去採購食物 然後去烹調 每天禮拜一到五的中餐 煮給我們社區的老人來吃 社區的老人自己社區來照顧 政府做什麼 我們幫助他採購設備 這些廚房的用具啊什麼等等的 然後呢 我們來幫助他 初期我們幫助一段時間的這個這個食材的這個費用 經費 那就未來長遠我們希望他可以自己自主 所以可以自己自主 那這個 目前在台東三個社區在推動 有三個社區已經在進行了 一個是資本跟卡地布 他們這個這個 不同的時間點輪流 然後一個是豐田社區 一個是多良社區 我那天 特別到豐田去看 吃得很好 吃得很好 真的 而且 與其老人自己在家吃 把大家聚集起來吃 有時候他們聚集的時候 我們還派醫護人員去幫他們量血壓 去他們做一些宣導 不要隨便聽 就歐白 買油啊 這種的 我們都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去做很多的宣導 所以這個聚服是讓 我們希望能夠更擴大來推廣 當然藝人在你的選區裡面 認為有這樣的社區也可以來申請 這個就是 這個關鍵就是社區 社區自己要有人 他願意主動來提出來 那 其實我們一直不停的在打造我們全縣的家庭的照護網 不管是公私利托育資源中心 這個托英中心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網絡已經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密 我們關懷老人的 社區關懷據點 或者是我們的不落文化健康站 整個加起來 它那個涵蓋率 在每一個圈圈裡面的那個數字 就是在那個 在那個鄉鎮 在那個地區的 的據點的數目 所以其實 這整個加起來 我們全國的涵蓋率 我們全縣的人口的這個 涵蓋率已經到達百分之八十五 百分之八十五 是全國第二高的 我們實際上是在 這個部分的 社福的工作 推動的非常的 不能說盡善盡美 但是我覺得已經 相較來講 我們是推動的很好 另外從去年開始 我們在推動台東縣的食物銀行 食物銀行 民間把 吃的東西或者是生活用品物資 捐出來 然後由我們來整理集中起來 有分類整理以後 我們派送出去給需要的人 這個食物銀行 去年我們自己做一部分 然後我們也跟一個民間的機構 來補助它做一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在去年 我們已經 受益的人數 已經有三千 三百二十八的人次 戶數是一千多戶 這個比較弱勢的這些家庭 能夠得到我們的幫助 我們覺得 今年我們還要擴大來辦理 擴大來辦理 擴大來辦理 那這個架構呢 大概基本上就是 由縣府做一個總部一樣 然後我們分配到各個鄉鎮事工所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另外甚至於透過社福的這個網絡 一方面他們把需求報進來 那一方面我們把這個物資派送出去 由如果說現在不是總行 這些就是分行 由分行來發送給我們需要的民眾 那我相信今年我們這樣子 投入更多的資源擴大來做 應該可以達到更好的這個 照顧的這個效益 第五個我要進入到環境 講到環境大家都可能最關心的 就是我們垃圾的問題 垃圾的這個危機 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怎麼樣來面對 這個垃圾的困境 實際上我們做的 大概有下列的這幾種 第一個我們還是持續在尋求 外縣市來代燒 那最近大家注意到媒體上面講到 高雄市應該預計是在六月一號開始 可以重新再幫我們燒 每天五十噸的五十噸的垃圾 我們現在每天大概製造一百二十噸左右 那五十噸的接近一半這樣的垃圾 高雄市願意幫我們處理 那可能各位問問 那為什麼之前又說不燒 現在又願意燒 之前不燒 是高雄市議會決議 高雄市議會決議 說你們台東自己有風化場 幹嘛你們擺著不燒 然後非得把你們的垃圾拿到我們高雄來燒 所以市議會決議 高雄市政府說不准幫台東燒 那現在我們去說服他 其實環保 環保署也幫助我們去協調 然後去經過這段時間的努力 大概高雄市環保局 現在有條件的答應我們 這個條件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們實際上未來有可能要自己要去啟用我們的風化盧 只是這段時間我們還在做 各位知道嗎 我們還在做評估 我們在做一個顧問標 那閒置十幾年的這個風化場 也許還有需要裡面一些修繕 那在這一段時間 所以他基本上告訴我們說 大概就是兩到三年在這段時間 給你們去做這個動作 那這一段時間我來幫你燒一些 就是這樣 這是他環保局能夠去說 回到他們的高雄市議會 去說服他們議員說 不是要一直幫他燒了 就是這一段時間 因為人家在做準備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他願意來幫忙台東 第二個 我們在做這個 現有的掩埋場的活化 延長使用壽命 現在 將近一半的垃圾是從台東市生產出來 台東市垃圾往哪裡去 就是到建隆掩埋場 那我們現在這個已經有一個計畫 要找一個業者 就針對我們幾年前買的垃圾 幾年前買的垃圾 挖出來 因為各位都知道 幾年前喔 垃圾分類沒有那麼徹底 資源回收沒有做的那麼徹底 很多過去買的垃圾裡面 實際上還有瓶瓶罐罐 可能還有金屬 那能夠腐化的大概都已經腐化了 可能裡面就剩下塑膠塑膠袋等等 如果我們把這種 這些垃圾很久的垃圾挖出來以後 再去重新做一次分類 已經腐化成土壤了 土壤拿去再利用 然後那些石頭啊 瓶瓶罐罐的清出來以後 我們認為 那個挖出來的垃圾喔 真正經過這樣子再分類之後啊 剩下來的比例 應該很低了 可能在兩層到三層 那其他的空間就空出來了 其他空間空出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新的垃圾 再放進去放 拿進去放 這樣子一來 就可以延長我們這個 縫化廠的使用的壽命 也可以幫助我們 暫時減緩這個垃圾沒地方去的 這種壓力 如果這個方法做得好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計劃 三千萬要先從 建榮圓埋場開始做起 假如這個方法做得好 那各位 我們這樣的一個場 是可以巡回到前線 所有的掩埋場 只要舊的掩埋場 我們認為判定這個 可能是過去分類 分的沒有很好的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操作 舊的挖出來 讓新的垃圾可以進去 這個 也是我們這段時間 努力在尋求解決方案 其中的一個 當然 落實垃圾的減量 從源頭就要把垃圾減少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是很重要的 源頭如果能垃圾減少 後端要去處理的 就會少 壓力就會變少 所以我們持續在推動 這個破袋積查 要該罰就要罰 然後這個 學校機關帶頭 然後各種的宣傳 講座 生根環保的教育 然後我們的洪化廠 像轉型這個認證 今年預約要去參觀我們的環境教育中心 設在洪化廠的環境教育中心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五千多人登記 要去那邊接受環境教育的這個概念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能夠從孩子們開始去教育 他說從小你就養成這種習慣 這種觀念 垃圾是要分類 是要減量的 我相信這個是未來我們看得到成效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先進國家 在歐洲 甚至於在日本 這樣的環境教育都已經做了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了 現在三四十歲的人 從小就接受這樣的環境教育 他們當然覺得我們垃圾分類減量 是自然而然 另外最後當然就是我們的 普洪化廠的這個可行性的評估還正在進行當中 我特別要跟各位報告 這個可行性評估最後的結果不代表我們一定會啟用 不代表我們一定會啟用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不做這個可行性評估 如果我們今天不做這個可行性評估 擺明了我們不用它 那個高雄待燒的第一個方案就結束了 就不會燒了 第二個 我們現在的這個文化廠 當初那個買廠的十九點六億去買廠的 這我好不容易跟環保署爭取來的 它的條件就是 是一個備用廠不是一個閒置的廠 所以環保署才會答應這十九點六億由他們來出 我們沒有花到現在五一毛錢的情況之下 我們買下這個廠 那他每年一點多億 進我們的憲戶 幫我們慢慢還這個錢 假如我們現在告訴環保署 說我們連評估都不做 我們根本就是不會造這個廠 我們現在就講 這樣的話講出來 剩下的環保署還沒有給我們的那個十六億啊 也不會給我們了 也不會給我們 所以我們去做這個評估 當然這個旗程評估加上後面的修繕 如果要繼續進行的話 很可能都不會在我這個任內了 也不會在我們這一屆議員的任內了 那至於未來要怎麼處理 我想下一屆 讓他去決定 我們能做的 就是把準備的工作繼續做下去 把這個方案繼續保持下去 同時因為有了這個方案 環保署會繼續支持我們的經費 高雄市會繼續幫我們燒一部分的垃圾 我希望這個要很清楚的 讓各位議員來了解 我們資源回收持續在推動 剛剛講到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可以看到 從九十年到一百零四年 這個我們每天 回收的這個資源回收的量數量在成長 然後我們的廚餘 各位可以看到廚餘 這個藍色的是廚餘 綠色的是資源回收的這個數量 那廚餘的部分 其實已經平了到頂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廚餘場 就只有這麼大的容量 我們的廚餘場 已經沒有辦法在收納超過的數量 最多我們就知道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要開一個 規模更大的廚餘場 能夠解決我們現在廚餘的這個問題 沒有辦法廚餘場回收的廚餘 全部跑到哪裡去 一樣當做垃圾 那些湯湯水水 一樣當垃圾去買 或者是送到外面去燒 如果是用重量來算 每一頓處理的費用是三千多 三千多塊的話 這些最貴的就是這些湯湯水水 所以我們很重要 廚餘的回收資源的回收 要繼續做 現在我們大家看到我們紅色的這條線 是我們的資源回收的比例 我們從以前的 百分之十三到現在成長到百分之三 是八點幾 這樣的成長是得獎的 是環保署給我們很多的肯定的 但是還有沒有進步的空間 當然有 因為全國現在的資源回收率 平均是百分之四十六 我們雖然進步這麼多 我們現在還不如全國的平均 我們還要再 我們還要再持續的再努力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到的 建榮衛生掩埋場 這個活化的工程 這個我們會希望能夠持續來 推動 延長壽命 第二個我要進入到 從垃圾進入到我們的污水 這個污水處理場 過去台東是零 那之前我們 做了資本地區 資本地區 現在我們已經完成了資本了 現在開始要進入到台東市區了 這個是非常龐大的工程 進入到台東市區的這個污水下水道系統 它的總經費 34.8億 大概要分成兩期 那它要做的範圍呢 給大家一個概念 這邊是馬赫亨大道 那這邊大概就是人巴街 我們的果菜市場 然後到中心路二段 根深北路 中心路二段就是差不多工工高工 然後這邊進來到 封龍封谷吧 因為這條是 這條是這個封谷 封谷北路 大概這個區塊 這邊就是我們的這個 外環道 所以這個區塊 我們分兩個部分開始進行 我們最近把這個第一個這個主幹線 管線的標 標出去了 然後我們的污水處理廠設置在這一帶 這個污水處理廠的主要的這個 還在修正計畫當中 這個推動下去以後 台東加資本的污水處理的普及率 總算我們就可以達到27% 從0到27 這個我們必須承認 台東在這上面是落後的 這個事情越晚做 對環境當然的傷害就越大 我們要保護我們的環境 我們在污水的處理 現在如果不做這個這個污水處理啊 一般的家庭廢氣的這個水就是 排出來到河川進入到大海 這個是需要趕快來進行的 我們都在很認真的在推動當中 那接著下來講完水 我要講空氣 空氣是我們台東的本錢 是我們台東的本錢 但是我們不能夠把它視為當然 我們還是要很認真的去做一些管理 其中幾個這個污染源 大概有分成幾類 固定的就是說工廠 沙士廠 滾泥土廠 然後文泥土廠的鍋爐的使用的這個重油 這個是固定的 另外是移動的 機車 汽車 柴油車 排放廢氣 這個是移動的 第三種是說 易善源 營建的工地 工地會來來去去嘛 然後悲南溪等等的河川所造成的殺死 大概分成這三類 我們其實針對這三類 我們都有很認真的在處理 我們成效最好的當然是這個 悲南溪河川 這個一度讓台東有沙塵的封號 但是各位經過我們用這種自然的工法去處理過之後 你看這張照片 這個一格一格的 這個不知道我覺得拍得很好 那麼都是我們長期派駐怪手在那邊 在那邊維護 那從以前 以前這個 99年以前 平均每年 悲南溪要揚成的 很嚴重的揚成 平均一年要20天以上 經過我們這個的處理之後 開始大幅的下降 到去年 104年 不良的日數是零 所以這個也是 環保主 特別表揚 讓我們在這個 這個 創新作為上面 是一個 很重大的一個 一個成果 那另外 剛剛講到那個 對 遊覽車 汽機車的這個管控 我們現在 台東也推出第一個 所謂的空氣品質 進區 這個空氣品質進區 現在是設在 從溫泉橋進去 支撐溫泉溫泉橋進去 一直到森林遊樂區 這一個整個區塊 這邊每天 有 平均有八百步 八十步到一百步的 這個 大型的遊覽車進出 所以我們會在那邊 設站 然後去開始去檢測 所有的遊覽車 這個你如果排放 不符標準 我們就可以 裁罰 或者甚至於 這個 禁止它 進入 那這個 都是為了要確保 我們的 所謂的PM2.5 PM10都可以降下來 那另外我們 也開始推廣 電動機車 這幾年其實收到很好的成效 全國只有台東 在電動機車的補助上面 除了經濟部補助以外 台東縣政府 另外再加碼補助 這個 我們自己沒有那個能力 我們從花東基金去爭取 寫計劃爭取 這個第一期 已經執行了 這個 總共 花東基金 再加上我們中央的這個 這個補助就花了將近五千萬來補助 那第二期也通過了 105年到108年的計劃 也通過了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電動機車成長的情形 其實是很明顯的 那電動機車 跟一般的機車比較起來 那個排煙的那個人 那就完全不同 那所以 其實 其實台灣 這一兩年 大家非常重視空氣品質 常常講 電視現在這個氣象報告都還會特別講空氣 我們講所謂的指暴指暴 各位就是這個 其實有兩種指標 一個是PSI 一個是PM2.5 非常不良的時候就是用紫色來講 常常講說 指暴指暴這個就指的就是這個 可是你看我們台東 不管在PSI 這個良好的 這個比例 我們甚至於比例 我們過去年 我們還達到92 然後我們的PM2.5 全部都低於標準值 過去這幾年 全部都低於標準值 我相信這個就是為什麼大家在講到PM2.5 說全台灣 只有台東 是沒有超過標準值的 從來這幾年都沒有超過PM2.5的標準值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資產 我們要繼續很認真的來維護它 我要進入到第六項是醫療 醫療也是大家非常關心的一個議題 那首先跟各位報告我們綠島衛生所 綠島衛生所在經過16次流標之後 終於掉出去了 各位你沒有聽錯 國父經過十次革命才成功 我們的綠島衛生所要16次流標 之後我們才能夠把它標出去 那預定在明年的二月我們可以完工 可以增加我們的急診的空間 觀察室病房數等等 希望可以提供給離島的醫療 一個更完善的這個空間 那麼南葵緊急醫療照護中心 這個案子 其實我們在第一期的花動基金就爭取到了 但是沒有辦法執行 因為土地取得地木還得去變更成醫療的用地 要做水土的保持的計劃等等 後來也發現第一期規劃的那個內容 還有一點不夠 所以我們乾脆把時間也到了 我們乾脆就把第一期的計劃停掉 我們重新送第二期 增加了預算到現在是1.5億 原先我第一期是報1.3億 現在1.5億也審查通過了 基本上核定了 那我們希望前置作業 這些剛剛講的都市計劃變分等等 這些能夠趕快完成之後 能夠盡速的來動工 當然這個南葵緊急醫療照護中心 主要就是要能夠讓它有更多的人力 然後再提供一個24小時的緊急醫療 包括洗腎 包括復健 等於整個把衛生所的層級 都大幅度的提高 可以提升我們南葵醫療的這個品質 那在還沒有完成之前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用科技 最先進的科技 在建制了一個偏鄉遠距醫療的 這樣的一個系統 那麼這個遠距醫療 現在已經在用了 它基本上連結的就是 這個達人鄉的衛生所 還有圖板的衛生室 以及我們台東的馬街醫院 它可以讓我們那個地區的民眾 不需要跑到市區來 他在那邊 在我們的衛生室 或者在我們的衛生所 就可以透過遠距 那個品質非常好 因為我親自去看過 那個非常清晰 讓醫生來診斷 看他的X光片也好 或者跟患者 病患來面談之後 然後可以給他開處方 或者是做一些初步的這些診斷 那我們現在限定在急診 還有這個神經內科的這個門診的部分 那這件事情上面 我非常感謝前任的衛生署的署長 邱文彥 邱院長 他特別為我們來牽線 讓這個Nokia能夠來花錢 來幫我們架設這樣的一個系統 讓我們現在在做這個示範的這個階段 那整個提振台中的醫療品質上面 我們當然這是一個長時間的抗戰 那我們從中央爭取了三億多的經費 這個是衛福部的錢 所謂的醫療照顧服務獎勵計畫 這獎勵計畫就是獎勵 外地的醫院醫生來支援我們台東的醫療院所 所以在第54頁的這個表格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有哪些科別 分別從哪些外地的醫院來支援我們台東的醫院 你看到有婦產科兒科心臟內科急診眼科骨科神經內科等等的 那這些費用他們來支持我們的這些費用 是由衛福部來支援我們 那另外我們台東 縣內的醫院也互相支援 這個是很重要的 縣內的醫院互相支援這個很重要的 透過不同的計畫互相支援 在55 編號55的這個表格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哪些醫院這個接受支援 接受哪些醫院的支援 在什麼樣的科別裡面 我想整個這樣來做會讓台東整體的這個醫療支援是可以做更有效的運用跟提升 當然台東民眾長期對醫療不滿 其實除了這個偏鄉的醫療醫生護士啊醫療支援比較不夠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台東醫院 台東的醫院針對比較重大的這個病症沒有辦法在地處理 會跟我們的患者講說 不好意思 要不然這個請你轉院到別的地方去 這個我覺得是給台東人感覺到就是說這樣的醫療是不夠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也是我們另外一個要非常努力加強的地方 那馬街的這個恩典樓就是我們的急重症 新的這個急重症醫療大樓 是我們張局長張冠宇局長在當院長的時候努力推動的 103年啟用以來 其實已經看到成果了 各位我要讓你看這個表 他 因為恩典樓之後啊 不管在醫師宿 護理人員 病房 普通病房 或者是ICU 這個加護病房的病床數 全部都有提升 各位看到 其實馬街對 台東醫療的這個這個重要性 你看他的病床數 佔所有台東的病床一半以上 他的急診的 佔的更多 佔百分之六十八六十九 都在馬街 很重要 那現在要看的是什麼 因為這個恩典樓啟用了 103年啟用到104年 只有一年的時間啊 轉診的 轉院的次數已經大幅下降了 過去可能因為病床不夠 必須要轉院的 五十一 五十一個個案到三十五 因為急診的病房不夠的 從以前有四十五 現在我們急診 降到七個 莊科 因為沒有這樣的莊科醫師 必須要轉的八十七 降到四十 設費不足 從百分之五十 從五十個個案降到十一個 總數啊 103年 被馬街要求說 你要轉院 有兩百三十三個個案 到一百零四年 已經降到九十三個 這個降幅是百分之六十 當然 九十三個 我們希望 還可以再繼續降 尤其是各位看到 這個專科 人力的這個能量 還是有四十個 病床滿不夠 還是有三十五個 這兩個都還有很多 在這樣的空間 為什麼病床 會不夠用 其實有時候 不是真的病床 是護士不夠 因為 要有病床 就是要護士在那個病床 才是有效的病床 那專科醫師 所以其實 我們來看這樣的一個圖啊 看這些數字 我們發現 還是醫生護士的人力 這個也是台東長期以來 其實一直在面對的問題 怎麼樣吸引更多的醫生護士 是願意到台東來服務 這個一方面跟台東整體的發展 整體經濟的改善 整體居住環境的改善 都有絕對的關係 我們相信我們 我們未來 在這上面 應該還可以再更好 最後我要講到 這個 第七點 公共安全 公共安全 我們 要先報告我們 台東 現在也有一支 救生犬 搜救犬的這個部隊 在今年2月4號 成軍之後 2月6號 就馬上 兩天之後就碰到台南地震 我們就派了我們 搜救犬部隊去 還有我們特州的這些弟兄 在那邊 執行了幾天的勤務 大家非常辛苦 但是也 幫助那邊 我們甚至也有成功的 找到生還者 讓這個 整個救灾的工作 可以更 因為有我們的幫助 可以做得更好 那 我在 怎麼樣 強化整個台東縣的 救灾的這個網絡上面 其實這幾年 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跟物力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們 已經完成 這幾年我上任之後 已經完成的 新增加出來的 這個分隊 包括力道分隊 蘭嶼分隊 然後包括金峰 這個跟達人 等等 那接著下來 這個 是我們還要繼續推動的 還要繼續推動的 太原 都蘭 然後 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 最底端的那個隧道口 這個搭配我們 南回的這個隧道工程 我們的這個要建制的這個分隊 然後我們另外 我們的高級救護隊 高級救護隊 也成立了這幾支救護隊 各位不要看 這高級救護隊 現在 一出動 上面的我們的EMPT的人員 都可以做急救 可以用藥 可以做緊急的處理 那因為有這幾個高級救護隊 協助了我們很多偏鄉 原本醫院比較不夠的地方 或者是在第一時間到院前的處理 在他事發的狀況跟送到醫院 在這段時間 其實靠的就是我們這個高級救護隊 那我們的急救率 急救的成功率 從以前百分之五 現在已經快要百分之二十了 四倍 四倍 這個 因為有這些高級救護隊 成功救活了很多很多的人 我們還會繼續加強 另外我們在治安上面 其實 就是財東前幾個月這段時間 突然之間發生很多的 所謂的社會矚目的這些 這些刑事案件 包括 東大的學生被甲齒認識的 甲齒的這個案件 安非他命這個販賣的這個集團的 這個重力 地下錢莊重力暴力 恐嚇討債的 馬間醫院旁邊發生一個 魯人的這個 隨機魯人強盜案的 等等 我非常感謝我們警察局的同仁 都可以很迅速的 來偵破這些案件 包括一個什麼 斷掌的那個事件 這些對台東人來講 這可能對外地來講這個 稀鬆平常 但對台東來講 這些算是重大 矚目的案件 會造成我們台東人 這個人心狂狂 我們都可以 在最快的速度 來偵破 所以各位看到我們其實 我們的破案率 在這個底下的這個表格上面 紅色就是台東的這個 全班刑案的這個破獲率 從95年的 83.8% 現在到已經成長到101.6%了 因為 以前年度的也順便破 有時候偵破一件案件的時候 連其他的也一起偵破 所以他的破壞率甚至於超過100 甚至於超過100% 那也一直都高過全國的平均 底下的那小藍色的線就是全國的平均 那我們 另外我們在推動解九 然後降低我們 車禍造勢死亡的 這個數字上面我們也看到 這個曲線一直在往下掉 尤其今年 去年104年我們還得到交通部的這個金安獎 金安獎這個很不容易 我們95年一年因為交通事故死亡的 有75個人 到104年已經降低到41個人 我們希望還要繼續再降 我們還要繼續努力 那這個跟交通就有關係了 我們就進入到第八項的交通 赴港港交通船 這個碼頭的改善工程 這個是我們台中縣政府經過五年的努力 不斷的爭取 計畫修改 委員評 這個效益的評估什麼等等 不斷的爭取五年之後 我們終於在今年我們正式獲得行政院的同意 第一期的工程七億一千多萬 七億一千多萬已經核定下來 那我覺得這個我以前也跟各位報告過 最主要的就是有顏色的這個地方 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新做一個 外面要新做一個堤防 這邊要把現在是海 要把它填起來 然後可以增加這邊碼頭 兩邊的這個停靠的 所以前一陣子 這個漁民透過漁會在講 這個外面停泊的空間不夠 妨礙到他們出海作業什麼等等 的確是不夠 的確是不夠 因為以前的這個漁港 現在又要肩負交通港 我們海巡的船也要在這邊停靠 不然你叫他去哪裡 所以當然裡面的空間會不夠 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距離力爭 一定要趕快再增加我們的停靠的這個博位 把港區的這個空間擴大 才有辦法從根本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都是在我們第一期的這個七億多的工程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在進行這個水域工程西部設計 還要做個環境差異分析 我們也期待能夠盡快的來動工 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也大概經過兩年的時間的爭取 我們太平溪的這個水利工程 特別是我們左岸這個 這個 露體共構 就是堤防上面做四線道的 這個道路的這個工程 我相信這個是 台東民眾非常期待的 一個很重大的這個工程 也已經核定總共 這個 17億 17.4億的經費 它有分右岸跟左岸 那各位可以看 在這個表 這個是馬蘭橋 這邊是日光橋 右岸的主要是堤防 我們要做兩段 一個是在日光橋這一帶 另外一個就是馬蘭橋 這邊就是中游的那個除幽巢 現在為什麼要拆遷 因為我們要這個讓整個這個 這個行水區要破大 然後堤防要做在這個地方 那左岸的就是從馬蘭橋這個 新生路路底 接著下來就接上堤防 就一路直通到檳榔 到檳榔 那這個工程要13億多 那光是縣政府要搭配取得用地 其他的配合款 也都非常的高 但是值得我們去推動 值得我們去推動 因為這個13億的工程 那現在正在辦理 其實我們也要辦理都市就要變更 因為要做道路 所以我們必須要辦理都市就要變更 今年六月完成 然後也要辦環境影響評估 各位都知道 現在重大的工程超過一億的 大概免不了多少去做環境影響評估 那這個趕快做完之後 我們希望這個工程 所有該做的行政程序前續作業 這個全部在今年完成之後 我們明年就可以來動工 盡快的讓這個陸體共工的道路可以開通 開通之後 以後這個它就是綠色隧道的最好的替代道路 只要我們台東市區跟縱谷的這個 這個綠色道路塞車的時候 走這條就這個分流的這樣的一個很好的效果 那我們在道路改善這上面 其實一直持續在做 像這個今年我們還要投入五千三百萬 在陸品的這個專案上面 辦理這個陸品的專案 從我們一開始只做台東市區的陸品 到現在我們連鄉鎮的這個道路 我們也去幫忙 其實像市區道路的管理是鄉鎮市工所 但是民眾是搞不清楚的 道路不好馬上罵的就是罵縣政府 我跟各位報告 這幾年 這幾年我們才是這麼困難 這六年來我們投入在幫忙鋪路 陸品已經花了五億多了 總共已經鋪了一百五十七公里 超過一百五十七公里的道路 五億多 其實基本上十二米甚至於降低到十米 比較大的 我們都努力去協助 那其他那些小巷道 那個如果還要縣政府去做 鄉鎮市工所都不需要承擔一點責任的話 鄉鎮市工所就收收拾拐拐拐的就好 這個是鄉鎮市工所也要跳下來做的 不能全部把這個責任全部推到的縣政府來 我們其實已經花了五億多了 那除了這個我們自己編預算之外 我們也爭取交通部的這個生活圈的計畫 今年我們還爭取到將近兩億 要做一九七縣 東二十三縣 東三十六縣等道路的拓寬工程 生活圈道路的就是拓寬工程這個整件 然後不是只做陸品 那我們甚至於還從發動基金也去徵集這個經費 其實中央不太願意給這個錢 哪裡有從發動基金來做幫你铺路的 那铺路是這個工所自己要做的 怎麼還是發動基金 我們就拜託啦 工所都很窮 還想辦法再去爭取到一些經費來做陸品 這些我們都持續在努力 所以其實六年來 在陸品上剛剛講已經花了五億多 然後生活圈道路也爭取了六億多 去改善一些縣道 鄉道等等 我們看到這個是當然真的啦 鋪過以後的那個 那個走起來就舒服很多 你看到這個是中華路 在這個中華路在漢陽南路那一帶的 有鋪過跟沒有鋪過的 這個是桂陵北 這桂陵北也是配合我們這次全中印 所以就把這個周邊的道路也做一個維護 當然聯外交通是我們議員很關心的 南迴公路的透礦工程 各位議員也在之前也組團去現場考察過 我在這邊跟各位再做一點點這個進度的這個報告 香蘭到金輪的這一段 總共二十八點四億 今年九月就可以完工了 九月就完工了 那完工他就可以先通車了吧 他不用整條線完工 那另外金輪一直到大鳥 這個也大概二十二點五億 這個明年四月會完工 明年四月完工 我們現在再去走都看到陸陸續續 都一直看到那個進度都出來了 不管是拓寬的 或者是要結彎曲子 做那個高架的橋樑的 大概都看到那個進度 那另外最關鍵最關鍵的 還是這個隧道工程 隧道跟橋樑的工程 剛剛講那兩段 一個二十八億一個二十二億 加起來不夠五十億對不對 在這裡啊 在這裡 一個橋樑的就四十一億 另外一個隧道的就五十四億 所以這邊九十五億 接近一百億 都在這個隧道工程上面 我們去看的那個隧道口 大概就是在這裡 隧道口 從隧道口一直到安塑 這個是橋樑 高架橋樑的工程 隧道口往南到草浦 這個是隧道的工程 隧道工程 也是 整個南迴 破關結彎曲子工程裡面 困難度最高 如果說沒有辦法 在一百零六年底 又或者一百零七年初完工 大概就會是因為這個隧道 隧道裡面的變數是最大的 那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你看喔 你看這個圖 從草浦到安塑 如果這個打通了之後 你看那是不是 路是不是很直的 那原來的路在哪裡 原來在旁邊這條 彎彎曲曲的這條 這邊就是最難走的路 這一條路啊 原來的路在這一段這樣是十六公里 十六公里 拉直了以後是十一公里啊 路也少了五公里 又是四線道 又是直的 光這邊 開車的時間減少半個鐘頭以上 而且不會因為颱風來就斷 颱風來就斷 這邊 它的效益是非常大 那目前 橋樑的工程是還有略略超前它的進度 預計在一百零六年十一月會完工 隧道工程稍微落後 原本我們希望在一百零六年底 它現在大概在一百零七年的二月 預計是在二月可以完工 那也把這個進度 跟我們議員 跟我們台東的鄉親來報告 那另外 花東鐵路的雙軌化跟南迴鐵路的電器化 也持續在進行當中 那麼這個南迴 花東鐵路的瓶頸路段 其實已經大部分完工了 現在剩下自強隧道跟瑞瑞 這個完工之後 將來這個 這兩個地方都可以進行雙軌 那我們真正期待的是 全線都要雙軌 現在很明顯的 花東鐵路的這個運能運量 是不足以滿足我們台東的需求 大家還是在講買不到票啊 那我們會覺得買不到票就增加列車啊 那增加列車會受到限制為什麼 因為你只有單一一條軌道 百分之七十是只有一條軌道 你列車要增加 雙向要通車都會有困難 全線雙軌之後 列車的增加就可能會增加 就可能比較容易揚盤 所以這個全線雙軌 我們要持續再去要求 已經開始在做評估 但是這個 第一階段的這個平均路段雙軌 也接近完成 那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這個 南迴鐵路的電區化 現在還是預計在109年 可以完工 我要進入到產業第九項 我們原住民文化會館 原來經營虧損 然後24個房間 這個 現在經過我們的修善之後 已經提高到33個房間 然後也經過我們委外的招商 現在評選的經營的團隊出來了 在6月15號 下個月15號 就要開始試營運了 要開始試營運了 那這個 將來我們 每年可以收租金 收權利金 兩個加起來大概230萬左右 那另外 他的收入的4% 還要再交給我們 我們開出來的條件裡面 希望他禁用至少60%的員工 是原住民 到目前為止 他聘用的員工 有64% 65%是原住民 那裡面當然 裡面的這個 整個佈置擺設 要以原住民的方式 原住民的這個文化的這個呈現 也是我們的要求 我們很期待 這個 新的原住民文化會館 可以 是一個兼具文化傳承 跟住宿功能 這樣的一個 一個基地 那 另外我們 鐵花新俱落 就是我們救戰 這個魅力據點這個案子 這個經過我們跟 觀光局 跟原民會 的經費的爭取 剛投入在這裡 就公部門的經費 就已經四五億了 那 這個 也到了 接近完工 而且我們已經完成 招商了 完成招商了 完成招商了 今年八月 很快喔 八月就要開始營運了 各位 如果各位看到現在我們鐵花村 就可以 弄出這麼樣的 這個吸引人 等各位看這個 整個 這個魅力據點 包括我們原住民的這個 文創的會館 這個 開始營運之後 那一整片 整個規模就擴大了 幾個圖片 讓各位看一下 這些原來台鐵破破爛爛的 這個 鑽造的 木造的這些 舊房子 都已經 改建過 煥然一新 再加上我們的捷運站 我們的救火車站 現在是台東的轉運站 台東轉運站 每天三百多班的這個 這個巴士 從這邊 發車 都可以結合起來 這個是我們原住民的 商品展售館 那 進度稍稍落後 原因就是它那個 波浪型的 對這個 這個上面要貼那個 馬賽克 非常非常辛苦 建築師 設計的很開心 等到廠商真正去施作的時候 唉聲嘆氣 叫苦連天 不過也迎接近完工了 那將來我們就是連這個 也一起 圍給民間去經營 他會把台東的 好的 台東有特色的 這些 包括在這一棟 基本上以原住民的 這個 產品 為主 全部 歸納 請他們進來 進駐到這個基地裡面來 所以未來這個地方 就是個吸引觀光客 我們縣民也可以在那邊去做休閒 然後做購物 然後採購台東的商品 一個最好的地方 我們 在104年2月 開辦的這個繁榮家園貸款 到今年2月 一年下來 總共審查通過了106個案件 然後貸款出去的金額 9800多萬 基本上一億元已經差不多用光了 已經差不多用光了 那 要跟各位議員報告的去說 很重要的 我們實際上去做歷史的補貼啊 到目前只花了我們74萬 花了台東現任務 花了台東現任務 74萬 但是我們有一億元 投入在我們 投入在我們台東的產業上面 106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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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東的 綠島有青年返鄉 用跟我們借的錢去開設第一間綠島 整個綠島第一間的投屁式的那個自助洗衣店 那我們也看到這個布拉谷 這個布拉谷是是我們布農族的鄉親 他們夫妻也是返鄉創業 然後這個幫部落去行銷農產品 然後甚至於從裡面獲利的部分 再去回歸到投入到部落的這個公益的事情上面 我們看到這個都覺得非常正面非常值得我們鼓勵 這這個只是我們貸款裡面106件裡面其中的兩件而已 我們沒有辦法在這邊全部來跟各位做說明 南輝地區 我們現在針對這個南輝的產業 尤其是小米跟最近很紅的這個紅李 我們都有努力在協助 尤其是我們跟圓民會爭取的這個金黃小米三年的計畫 3000萬的經費 要在那邊打造建制這個產學合作的平台 觀光工廠 然後培養這個產品這個開發的管理 這些課程等等 都已經持續在在推動當中 那最近我也特別上節目 不斷的去推銷紅李 那紅李也是一個非常健康 非常適合我們南輝地區來發展的一個產物 我們可以看 當然整個銷售因為有時候是我們的鄉親 甚至於透過業者在賣 我們也不見得知道 可是透過我們的網路農場 台東的網路農場 各位可以看到 103年一整年 紅李的產品在網路農場 才賣4000多塊 那今年一到四月 今天已經賣十幾萬了 十六萬了 十六萬可能還不是很多 可是你看他那個成長已經很可怕 成長了39倍 我們相信這個還可以 經過我們的推廣 還可以繼續再來發展 紅李台東的種植面積 103年還不到20公頃 今年我們期待會到100公頃 的種植面積 值得我們再繼續來推廣 那我們也首次半年 我們現在補助我們的工商團體 農民的團體 他們到外縣市 甚至於出國到外地去做行銷 過去我們有時候他們會要求 縣政府帶隊 我們一起幫他們去做行銷 那現在我覺得我們縣政府 應該要退居到第二線 他們來提出申請 比方說他要到日本去銷售我們的產品 我們適度的 濁量的給他一點補助 這個畫面就是我們的江黃伯 江黃伯今年參加東京食品展 東京食品展是全世界三大食品展 其實規模非常大 我真的這次到日本考察的時候 也到現場去看 順便幫我們江黃伯加油打氣 他已經是第二領去參加了 今年我們補助他一點點經費 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今年審核 希望來申請的有60件 我們審核34件 大概補助255萬 希望協助我們這些農民 農友或者是農器 他們能夠到外面去 拓展他們的市場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在算是我們產業發展的一個重點 今年工作的重點就是我們的TT Maker 我們台東的創客園區 這個創客園區是要歡迎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專業的這樣的人 他可以一個人帶著他的電腦就到我們這個園區來 我們利用這個ICT的這個資訊 然後大數據的這些整個建制來協助他 然後他還可以享受裡面所有的財務會計 客服密書微運的這些系統 這些都不用他擔心 我們都幫你送的好好的 然後呢 後面我們還連結這個微軟 支撤會的這些 這個尖端技術的這些這些單位或者企業 來做顧問協助他們 那我們要他們做的 比方說他的這個出取我們規劃出來的 偏鄉的長照啦 國際背包客啦 或者是我們講說我們TT Uber 蹦城 偏鄉老人家要到市區來 沒有車搭公車 這個久久才一班 我們如果能夠把所有我們的車輛的資源整合起來 然後他只要提出需求 我們透過這個我們這個建制起來的這個系統 就可以告訴他說 你哪一天幾點幾分你在什麼地方等 就有哪一部車會來接你 甚至於大家有可以共成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像這樣子的實質上可以幫助台中解決一下民生 人民碰到的一些問題 這個都要將來在我們的這個創作原型裡面建制起來 如果這個研究出來的這個東西 是將來有進一步發展成產品商品化的 我們還會協助他 給他創業的資金 給他創業的協助 讓他開發成一個產品 這個就變成台東的產業了 就變成台東的產業了 所以我們從花東基金 從中央爭取到這些經費 將來希望能夠在台東建制這樣一個 能夠讓年輕人創業 然後能夠幫助台東解決很多我們在地的問題 然後能夠發展一個科技的這個產業的這樣的一個基地 這個在今年六月要啟動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爭彩了 希望有帶這樣的構想的人 願意到台東來發展的人 可以來進出到我們的園區來 整個台東因為我們這樣子來推動我們的產業 我最高興看到的就是我們 就業市場產生了結構性的變化 特別讓議員看到這張圖 藍色的是到就業服務站 到就業服務中心去登記說我需要工作的人 藍色的 紅色的是企業去登記說我需要員工 我要找員工 長期以來各位可以看到 找員工的都比找工作的還要少 很多人想找工作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給他 這中間的落差就是工作不足 需求大過工作 那這個逐漸縮短經過這幾年 在102年103年就已經出現了黃金交叉 現在的台東是要找工作的人 比要找員工的 比要找員工的還要少 我們有很多工作目前是找不到人來做的 這個已經是台東現在的現象 所以因為這樣 我們去年開始 我們帶著台東的企業到線外去參加就業博覽會 到大專院校去做說明會去爭彩 我們要開始從外地找人來台東 今年我們縣政府還要自己辦台東縣的就業博覽會 我相信以台東目前的整個居住的這個條件 我們整個發展的這個情況 我們台東應該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才進到我們台東來 那讓台東怎麼樣整體在品質上面 越來越進步 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讓台東國際化 這個國際化其實是不只是我們希望能夠吸引到更多的國際人士 國際觀光客進到台東來 我們也要把我們的產品推廣到國際上去 透過國際化讓我們在地的特色更凸顯 讓我們在地的人都能夠更能夠裝備好自己 我們的業者我們的孩子都能夠講流利的英語 這個是我為台東勾勒的一個長遠的一個目標 那必須要一步一步的去落實之心 所以從今年開始我們在縣政府裡面我們設置了國際發展幾計畫書 就是原來的計畫書現在加入國際發展的這個業務 希望能夠實質上來推動一些工作 跟國外城市的交流 姐妹式的交流 然後增加辦理國際活動 其實我們的熱氣球衝浪 甚至於明年我們要辦這個逐漸的世界年會 等等這些都是 我們跟我們台灣我們政府在駐外的這些單位 也都更多的這個來連結 那國際事務的推動 當然這個項目會非常的多 我在這邊就請各位來參考 像這個月日本長野縣也要到台東來採購農產品 新加坡的農業團接下來也要來這邊 我們希望把整個台東能夠更多的跟國際連結 我們將來也能夠有效的分散我們的觀光旅遊的這個市場 也能夠有效分散我們的農產品的這個銷售的這個市場 然後建置我們學生的這個開闊它的國際的視野 最近我們跟日本的三重縣 這個尤其是他的伊赫市跟志摩市 簽署合作的備忘錄 這個是他們三重縣的縣長 林牧縣長帶著他們兩個底下的市長 到我們台東來的時候簽署的 在經濟部的協助之下見證之下 那麼接著下來他們也邀請我回訪 各位看到他們來的時候 我們送他的這個熱氣球的這個燈籠 我去的時候很感動 吊在他們縣政府市公所的那個大廳上面 一進門就是看到台東的熱氣球 這個吊燈 然後他們請這個小朋友來揮舞的是我們台東的縣起 非常非常感動 然後在他們公所的這個大廳的那個櫥窗 現在開闢的是台東的專區 介紹台東的這個景啊 我們還有一些產品我們帶去的 或者透過他們帶去的都在那邊展示出來 都在那邊展示出來 像這樣的交流 當然我們我們同仁都很清楚 如果只是做表面的 那不必了 台東沒有這個 我們沒這樣的錢也沒這樣的閒工夫 我們希望這個交流 都能夠將來是實質能夠獲益的 那你不能太現實 第一次見面 第二次見面 你就要跟阿伯有多少東西 這個也太離譜了 你先交朋友 互相彼此了解 我們有什麼好東西 我覺得現在看見見看到的就是就是這樣 將來我們的鐵人三項 我們準備跟這些我們的友好城市跟他們說 台東現在辦這個 你們組一團來吧 包個雞來吧 這些都是未來陸陸續續可以衍生出來的一些效益 我們要持續營造國際友善環境 因為你不能一直只要人家來 結果人家來 路標也看不懂 問路也問沒有 要想去吃個飯 這個這個也不知道怎麼問 這邊的人 我覺得我們台東人很有善 但是如果我們也能夠再多一點 這個更國際友善 那就更好 這包括我們必須要去培養更多我們 這個國際的人才 包括公共運輸啦 出租車啦 我們的商圈的人才的培訓啊 外國人進去 他也可以應付 他也可以招呼啊 甚至要從國中小學的人才身分 雙語教育做起 那今天我們要做的是在台東市 東河鄉路也 的四大商圈 去做 路標道路的雙語化 為什麼選擇這幾個地方 各位其他的不是這個選區的地方 不要生氣 東河就是我們衝浪的地方 這是外國方法特別多的 路也是我們做熱氣球的這個地方 建築外舉學生生活網站 我們希望將來 整個在台東 就像我們辦國際鐵人三項的時候 外國人到處在台東走來走去 都會很自在 我們也很自在 他們也很自在 我們希望建構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台東 然後整體的服務品質 速度改變 是 好我要進入到最後一項 謝謝 謝謝副議長的提醒 最後一項我要來報告我們台東的財政 台東一項財政困難 這個是其實不用多講 我在這個表上面 給各位看到的是我們從94年到105年 我們每年的預算的稅出跟稅入 從這個上面各位可以看到 過去這六年就是100年到105年 是我當現場編的預算 雖然我99年也是 但99年的預算不是我編的 99年就是98年前任編的 那 這六年跟前面六年的平均 你看我們的預算規模其實一直在成長 前六年平均每年我們的預算是121.7 這六年我們是145.9 也就是說我們每年大概要多做24億 的工作 每一年我們預算的規模成長24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看到那個稅出跟稅入的差距 每年大概就是15到17億 從來沒有例外 怎麼樣 你就是那個缺口 就是差那個十幾億在那個地方 那各位都知道 什麼原因 我們光是人事費啊 一年就差十幾億了 主要就是人事費 我們實際的這個公務員 教職員 警察這些薪水 跟中央用一個公式計算給我們的 對不起就是差十幾億 那他就是財務的上班 你可以說中央沒有撥給我這個錢 我就不付他薪水不行 那他我們每次跟他吵這個 他我照我的公式計算就是這樣 舉例來講 一個學校 二十九個人 學生要編一個老師 你全台東線有多少個學生 除以二十九 就是要幾個老師 我就給你幾個老師的錢 你都知道我們不是這樣啊 我們有兩個就一個老師的啊 一般兩個啊 五個啊 十個啊 這種一大堆啊 我們用的老師的錢 就比他算給我們的 就不知道多多少 總之我們每年光是在這個人世的費用上面啊 就差十幾億 所以這個缺口 要怎麼辦 各位你們審我們的預算審那麼多次了 你都知道 我們編完預算就跟你講說 不足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來舉债來迷品 但是 錢能夠這樣子一直借下去嗎 如果我們每年照這樣子借下去 我們老早就爆表了 看到這個下一頁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個是實際上我們縣政府 每年發包的工程 或者是採購的勞務 我把它分幾個階段來看 你就可以看到從九十九年到一百零二年 我們一年 比以前要多做多少 這個 你如果把它算那個每年的平均 過去年度九十八年以前 我們現在我們每一年平均的發包採購的預算 大概是二十一點六億 九十九年開始我們要三十六點幾億 我們每一年要增加發包採購的 要增加十五億 那各位也都知道 這些增加出來的預算 增加出來的採購工程 不可能是我們現預算來致印嗎 完全不可能 都是我們去從中央另外下去爭取 另外再去爭取 那這些差短 剛剛講到的每年的這個差短 如果 我們不努力想辦法 去開園絕流 就會像 如果照預算這樣子 九十八年我上任的時候 我們台東的 台東的負債是六十九五億 如果我們每年照預算編列 每年差十幾億這樣一直去借錢來 到現在啊 我們的負債應該一百七十八億了 那實際上我們現在負債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負債是七十五點三億 七十五點三億 如果把我們跟基金調度 實質的負債大概是九十一點八億 所以這中間的落差 這中間的落差 是我們必須要很認真的去 很負責任去看待我們的預算的問題 例行開園絕流 然後管控債務 這幾件都是我們在這幾年做的比較落實的 第一個 舉例來講 我們怎麼樣節省營養午餐的費用 然後 終結長期虧損的事業 剛剛講到原住民文化會館 剛剛講到還有我們的地下停車場 我們新生公園地下停車場 那個都是長期虧損 這樣唯一給民間經營不用再賠錢 反而可以收租金 然後機關的整併 我們護政事務所的整併 就是一個最明顯的歷史 民間團體的補助 佐量要減少 沒有辦法再去補助 尤其這種吃喝玩樂的這種的 沒有辦法再補助了 減少不經濟的支出 比方說媒體的行銷 今年我們砍了很多 因為我覺得在不同的階段不一樣了 過去我們可能要不斷地行銷台東 台東沒有人看見 沒有人注意到 現在我覺得台東 其實已經很多人都知道了 那加上我們節慶活動要減少 我跟各位報告 今年光是縣政府辦的母親節 父親節經營婚的這個慶祝 這三個我們調整形式 從這三個節目裡面 今年就省兩百萬下來 這種也要努力去審 因為鄉鎮都在慶祝嘛 我們就是重視那個感受 但是吃飯對不起沒有錢 送獎品對不起沒有錢 是那個民 我們讓他覺得很尊重 像這樣的省錢的方式 我們一直在做 加強庫款的調度 節省利息支出 另外想辦法這邊要省錢 另外一邊要開源 創造收入的管道 比方說我們裝設太陽能 我們有回饋金 我們在綠島做的免稅店 我們每年也可以有全力金的收入 這些都是我們在 我們在電影城 我們飆售殺死 這些我們都不斷的要去開創 然後爭取契約的資源 其實講到慈祭 長榮 台塑 在我上任以後幫我們蓋的這些校舍 都可以幫我們省錢 其他的公益項目很多 我們從民間資源去尋找的 像這個消防局的消防車救護車 這個我們辦的這個 這個這個跟教育處合作的這個 這個這個 雲端愛演幫助學校蓋廁所 提供早餐等等的 這些都其實可以相對就節省我們 政府的支出 那另外好的這個資產的管理很重要 我們去清理現有的土地 很多過去被佔用 連那個補償金也沒有收到 租金沒有收到的 以前都不知道 現在我們去把它清理出來 能夠處分的小面積的 那已經被你佔用上面蓋的房子 好你要買賣給你 這一類的我們也讓我們清楚很多 過去是看不見被閒置的這樣的一個資產 這部分我待會可以再 再講一下 另外設定地上權 設定地上的案子 我不賣 但是閒置在那邊的土地 給企業來使用50年70年 類似電影城這樣的模式 類似我們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成品旁邊這個 舊稅件處 這樣兩個案子 兩三個案子 幫我們增加的獻戶的收入 就一億多了 就一億多了 那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的 加強行政效能 中央很多很多的評比 他最後啊 現在都是祭出獎勵 你如果有得名我就給你多少錢 沒有得名就沒有 甚至於要扣錢 我們就要很認真的去去拼 這個我們都很重視 幾千萬這邊幾千萬這邊幾千萬這樣 幾千萬這樣 來彌補我們的這個缺口 然後透過中央競爭型的計畫 現在包括華東基金 都是我們開源爭取經費 來建設我們台東很重要的管道 這些都是我們這幾年在努力的 我要進入到 這個土地標售的這個問題 因為聽說有些議員在關心 首先啊我們來講這個抵費地 台東在民國85年 進行立家工業區跟棒球村的這個建制 要去做市地重劃 原來農地要改成這個這個棒球場 要改成工業區 所以政府 憲政府必須要跟平均地權基金去借錢 或者跟銀行去借錢 先投入金額去做路啦 這個水電造明等等 投入以後 然後把它改變更完成 原來的地主 依規定就是要提供部分的土地出來 回饋給憲政府 那憲政府來賣了這個土地之後啊 就是去還我們原先投入的建設的那些錢 跟銀行借的錢 這個叫抵費地 地主提供出來 因為它的土地變得更有價值了 所以它要提供一部分給我們 那我們才能來米平我們先投入的這些建設的經費 那這些抵費地的價格啊 抵費地理論上就是要賣出去的 賣來以後抵這個費用的 它的價格 都是依據投入的成本去計算 投入成本去計算 所以你看到喔 這些抵費地 在完成之後 這些建設完成之後就開始要去賣 不見得賣得出去 85年的到91年的時候啊 到91年還有8億多的貸款還沒有還 還沒有還 在這個 在這個表格上面我們看到 這個是 許慶元現場時代賣的抵費地3億多 曠現場時代賣的抵費地6千多萬 然後到我的任內這些抵費地 因為我們的帶動 經濟的繁榮 土地的增值 總算抵費地有人要了 這個階段 你一定發人問津啊 因為你設定的那個價錢不能調整 可是明明市場行情就不到那個價錢 你說誰要去買 沒有人要買 所以我們一直到 這幾年我們總算 有辦法慢慢的去處分掉 這些原先一直賣不掉的抵費地 各位可以看到 從 91年 我們藍色的這個部分啊 這個是以億為單位 我們積欠 基金跟銀行的 金額 從8.86 開始因為我們處分抵費地去償還債務 到現在剩下1.2億 所以這些抵費地我們賣掉的9億多 的這些收入沒有進到我們現庫啊 拿去還債啊 這些債不還 對不起 是要付利息的 你看看在91年我們因為去借這些錢 要付多少利息 一年要付2900多萬的利息 紫色的這個是利息以萬為單位 這個表格稍微複雜一點 藍色是以億為單位 利息的部分是以萬為單位 2000多萬一年 接著下來 慢慢調整下來 現在你看看我們的利息 我們今年去年一年的利息啊 剩下90萬 一百萬都不到 這個錢要不要審 當然要審 這個就是我們處分土地裡面 百分之八十最大中 就是在解決我們的抵費地 現在幾乎所有的抵費地都已經清理 也把債該還的都還的差不多了 該還的都還的差不多了 那除了抵費地之外 其他的現有土地 這個標準的情形 也在這邊跟各位來報告 從99年到104年 我們現有土地的處分 大概就是抵費地以外的 的標售讓售總金額 大概2.9億 這個2.9億 其實主要就是我剛剛講的 基林地啦 小面積的啦 以前被占用 我們把它清理出來 你不處分 還要把它圍起來 這種的 我們就去把它處分掉 然後你不處分喔 它還影響市容 影響到都市的發展 我們很積極的 我們財經處很積極的 工廠管理的同仁 清理出來之後 就簽上來簽請議會 同意讓我們來處分 那這樣子總共 我們在這6年的時間 處分了2.9億 很多嗎 它的面積 佔我們公有 現有非公用土地的面積 百分之1.1 就是百分之1 就是百分之1 因為真正比較大的土地 大面積的土地我們就不賣 我們認為大面積的土地 將來要預留給 將來憲政還有很多的可能性 這種我們不能處分 我們處分就是小面積 既定地 用不到 這種的我們積極清理之後 我們讓憲庫 讓憲庫可以抑注2.9億 各位 憲庫是需要的 剛剛跟各位講 在我的任內我們比以前 大概多做了一百億的工作 也就是我們多爭取 從中央多爭取一百億的經費 在台東去推動建設 這一百億 地方不是不用配合款的 你在中央多爭取 你地方就是必須要編列預算去配合 我初步估算啊 為了爭取到這一百億 我們大概配合款要二十億以上 二十億 請問要從哪裡來 全部去舉債嗎 建設要不要推動 要 舉債呢 最好不要 稅收就這麼多 對 這個傢伙怎麼划 我們當然要 剛剛講的開源節流 都要去做 積極的 用更積極的態度來管理我們的資產 這個就是重要的 提到配合款 為了爭取中央這些經費 配合款 這幾年花了二十幾億 每年我們編列預算 各位你可以在我們的預算表裡面看看 看到今年我們為了配合款編多少 超過五億耶 光一年 一年要配合中央給我們補助經費 就要配合五億的配合款 那各位在講 自己沒錢 要不要跟中央爭取經費 要我們一定要跟中央爭取經費 我們也很認真爭取經費 可是爭取中央經費 不是沒有代價的 你的配合款啊 基本上都是從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 就是這樣 那要不要隨你 因為你不要 台東縣不要 很多別的縣市要 我們面臨的就是這樣的困境 連配合款一年都要變五億多 各位你說這錢要從哪裡來 所以 財政管理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台東縣這幾年這樣做 我們在明年的評比 我們的財政管理 甚至於還是模範生 全國進步第一名的台東的財政管理 最後 報告副議長真的是最後 我們會持續爭取華東基金 的益助 今年 從今年我們爭取到的第二期 105年到108年的 跟各位報告 現在 我們總共已經有69個案子 華東基金的部分 將近18億 益助在我們裡面 有很多案子是中央直接就補助了 有很多地方要負擔的 像這個 你爭取18億 你自己要負擔3.41 這個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要不要隨你啊 你不要花蓮就拿去 就是這樣 所以 台東當然要持續進步 台東 基本的這些基礎的設施 當然要持續推動 我們自己的現預算不可能 我們就知道從中央 從中央我們就要努力自己籌出配合款 我們 全面性的開源結流 其實已經收到很好的成效 我們會繼續加油 打造台中成為國際幸福城市 幸福團隊一定全力以赴 在這邊 特別跟我們 各位議員先進來報告 也請大家 繼續跟我們支持 跟我們指教 進出這次的定期大會 圓滿成功 各位議員健康平安 謝謝 好 謝謝黃縣長 好 在這邊超過三個小時 剛剛好兩個小時 其實縣長 這次推的前中印 真的非常成功 尤其把我們的體育場 所有的設施都弄得 換了一心 尤其前中印當中 我們台東市 感覺熱鬧多了 整個市區裡面 都是外地來的遊客 還是選手 真的 辦得非常好 不然就是 祁福食堂現在 你想不想一個 池上有那個39塊的便搭 一個便搭39塊 那個都不會賺錢 那個才是真正 你要去看一下 都是一些老年人 他自己家裡剩的菜 要帶著老年人一起煮 煮了 他們內四村都是 年輕人都外出 他們煮好的便當 外面來買就39塊 其他他都還分送到 獨居老人 自己把他送去給他們吃 他怕他們老人家 在家隨便吃吃不好 所以這個縣長有時間應該去看一下 好我們 感謝我們黃縣長做這麼詳細的 試針報告 我們先休息到 11點10分 我們再繼續開會 好謝謝各位 好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 第二項 縣武報告上次大會結議案 執行情形 我們請明正處 援助長 主席各位議員女士先進 大會第十八屆 第二次定期會 及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臨時會 議案執行情形 總共議案三十一件 除了一件是非 本府全者已經轉給八合集 研議辦理以外 其餘三十件都已積極執行中 報告完畢 好謝謝 謝謝 顏處長 我們第三項是各單位工作報告 每次工作報告我們議員都 比較沒有興趣好聽 我想說在我們各 好 好 第三項你議員你有什麼意見 來 我先請你發言一下 謝謝大會主席 我有意見啊 我喜歡聽啊 工作報告 請這個工作報告繼續啊 十一路 你要聽到最後一個 對 你不能早早 對啊 每次都像我一個人在這裡 對啊 報告 該讚美的讚美 要頒獎就頒獎 好 謝謝大會主席 來 好 好我們從府外幾開始 我們原則上不超過兩分鐘 我們先請警察局長王局長 大會主席我們副議長 以及我們在座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還有我們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想在過去我們 我們這一期當中 我們在整個治安跟交通部分啊 成本我們各位議員先進啊 編測指導啊 都很順遂 剛才縣長在施政報告 我們會努力不懈 來守護我們台東的家人安全 在治安面向來講 我們在刑案發生數 跟破獲數啊 我們都比往年七年同期啊 都有好的現象 但是在交通面向部分啊 今年一到三月份 我們突然間 A1事故啊也增加 所以說我們在四月份之後啊 我們重新檢討 對交通的部分啊 我們會全力再來做好各項的 防治交通事故 同時我們透過現刀案匯報 對於一百多次的一個 改善的一個部分啊 我們也提到 我們刀案匯報 各相關的前者單位啊 來積極來列入年度來改善 另外其實我們未來的推動重點 大概我們有十二項的工作重點 我們如書面資料第二三十四月部分啊 我們請各位議員來參考 那我想我們在這一塊部分啊 我們在這段期間我們發現 我們為了維護我們學校桌邊的安全啊 我們推動一個 以我們數列的我們相關的教育署 社會署等相關的公益團體 民間的團體 以及我們的疫情民房設計志工 我們會來推動我們學期安全守護聯盟 我們一月五月十七號來一起辦試試的活動 再請我們議員啊來給我們指導 那其次呢我們在各位的努力之下 我們對未來的交通啊 會做的我們會努力做好 我們檢討我們的交路事故的發生 以上報告謝謝 好謝謝警察局王局長 我們接下來請消防局管局長 主席各位議員女士先進 大家早安 消防局工作報告 本期的工作報告 期程是104年11月到105年的4月份 那麼有關工作報告的書面資料 請各位議員先進來參參參閱 那麼剛才現場的工作事證報告裡面 有提到幾個重點 比如說成立搜救權的小組 強化特種搜救的能力 第二個成立大五的高級救護隊 來彌補偏鄉地區的警戒救護的品質 那麼另外就是針對於 真是消防據點的部分 包括烏蘭太原 豐田豐榮以及隧道口等等 那麼警則要就以下幾點 再做說明 第一個我們在去年的9月份 完成建置本縣16個鄉鎮室的數位無線電的通訊系統 那麼這個數位無線電的通訊系統 能夠整合到本縣消防衛生 這個責任醫院跟警察 這些互相得來通訊 方便在緊急在發生的時候 能夠讓通訊順暢 那麼第二個有關聽射診件的部分 那麼在蘭嶼分隊的部分 那因為這個當地居民的一個抗爭 所以我們原來的工程就停止了 那目前借用蘭嶼鄉公所的舊聽射 目前已經發刀進行診修 預計今年的9月份可以完工 那麼另外就是風田分隊以及搜救權的訓練 廠這個部分呢 目前已經完成規劃設計 預計在明年的9月可以來完工 那麼最後就是有關太舊消防車的部分 那麼今年我們編列兩部 主要消防車的太舊換新 已經完成採購 預計今年的10月份可以交車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指教 好謝謝消極委員長 報告完就可以先回去 我們接下來請衛生局當局長 各位主席 各位主席 各位議員先請 衛生局報告 在醫生方面我們持續向衛生福利部爭取 提升緊急醫療照護的品質 讓鄉親有更好的就醫的環境 在食品藥檢方面呢 加強食品衛生的安全管理 還有加強藥室機構的機查 營造安全的用藥環境 至於長照方面呢 我們建置長照服務的網絡 提供鄉親完善的長期照顧服務 預計在年底完成一鄉鎮一日照 保健方面呢 我們跟公司部門合作 推動戒菸戒檳榜戒酒 還有體重的自主管理 定期疾病的篩檢 維護無菸的環境 那疾病方面呢 現在天氣漸漸的變熱 那我們全國已經進入 腸病毒的流行期 本局將加強疫情的監測 同時與各個醫療院所交易處合作 交易民眾要勤洗手 以降低腸病毒的發生 同時我們將跟環保局合作 跟對民眾宣導 清理住家的環境 預防登革熱的發生 最後我們在南迴縣的 緊急醫療照護中心的新興計劃 衛生福利部已經修改完成 已經送進到行政會的 國發會的審議當中 以上衛生局的報告 請請各位指教 好 謝謝衛生局當局長 我們接下來請環保局現機長 八位主席副議長 各位一言先進環保局這面報告 有關於我們這半年來的重要工作的執行情形 如我們的書面資料 請各位一言先進參考 這邊口頭補充報告 就是我們在104年去年一年度 執行各項的環保工作 陸陸續續有獲得中央主管機關 就是環保署的一個憑見肯定 比如說我們資源回收 剛才我們現場報告也有提到 我們獲得最高的金子獎 然後我們的核酸整治 也獲得的U等 還有我們空氣品質 律師採購等等 我們都獲得中央的一個整共8項 獲得中央的肯定 第二個我要口頭報告就是 有關於我們垃圾處理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方向 目前我們非常感謝高雄市城市長 還有我們的蔡局長 對我們台東伸出嚴手來協助 每天幫我們處理代燒50噸的垃圾 這是從去年8月開始 我們收到公文通知 從10月1號開始 不收我們台東垃圾以來 我們不斷的透過中央環保署 還有我們獨立大總隊的長官 跟高雄還有南部的其他縣市 有文化場的縣市來做溝通、協調 一直到今年的3月 我們才跟他談之力跟大致力的方向 當然這方面也非常謝謝我們老議長 我們廖委員、廖立委 還有我們的劉委員 還有洪議員 居中的一個協助 當然這個是有一個前提 就是我們必須要朝著自己 以後未來要自己垃圾 自己處理的方向去進行 這邊也要拜託各位議員先進 幫我們宣討民眾 從垃圾的這個源頭減量 垃圾做好資源回收跟分類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以上是環保局的一個報告 請各位議員先進指教 謝謝 好 謝謝薛機長 我們接下來請稅務局 主席副議長 以及在座的各位議員先進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以下是稅務局的一個工作報告 那除了我們提供的 台東縣稅務局的書面工作報告以外 以下研究重點的部分 在座一個口頭的補充說明 第一點就是104年度 我們地方稅的個稅的時針狀況 就是達到15億4千萬 那不僅叫預算數呢 超收了1億5千萬 那也是創造這個 地方稅歷年來的新高的一個數據 那在季四月份我們排除稅開征之後呢 接著五月份就是我們房屋稅的開征 那今年新增的健保卡 可以查詢也可以繳稅 只要先到健保局去做一個註冊 那我們的健保卡就等同自然能平正這樣 這麼好用 可以查詢也可以報稅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 記憶就是說 在這個一化的時代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資訊的這個 各項面的這個提升 特別跟台東大學做一個產學 合作在5月13號 也就是後天下午下午2點 在台東大學的台東校區 我們做一個合作的這個 備忘錄了簽署的儀式 有正式的記者會 今要在座的各位先進呢 能夠到場跟我們立領指導 那以上是稅務局的一個補充報告 那當然最後要提醒各位 鄉親朋友們記得準時繳稅 是最好的結席方式 以上報告完畢 敬請各位指教 謝謝 好謝謝李機長 我們接下來請民政處 我們原處長 主席各位議員先進 民政處報告請參與 書面報告的第一頁到第十頁 以下請針對四點做補充 第一點就在自製業務方面 最近幾年審計師對代表會的出向 經費支出跟議會運作都有一些檢討 所以為了協助鄉親代表會 能夠正常的運作 在經費支援上也能夠順利 我們特別邀請他們一起來 研商共同解決問題 第二點就是在附贈便免服務方面 我們目前做了附贈行動化服務 也就是稻宅服務 以及推動前面免付給成本 這兩項措施都受到民眾伯多肯定 我們希望在附贈便名上 行動服務或者免付給成本 能夠在105年能夠全面落實 第三點在返鄉專車這部分 我們今年仍然持續辦理春節 中秋跟青緬三節的返鄉專車 返鄉專車多少可以彌補 我們返鄉人潮買不到票的情形 所以這個工作我們會繼續推動 也能夠體貼的服務 服務我們的線民 第四點就是在客家業務部分 我們目前跟客委會總共爭取了 四大項的計劃 毫米收冬季跟客家文化園區的營運 還有美食比賽跟跨鄉鎮的跨裔合作的規劃 我們總共爭取了1300多萬 我們希望在縱谷三江山能夠 把客家的特色能夠營造出來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先進指教 謝謝 好 謝謝原處長 我們接下來請財經處盧處長 大會主席陳副議長 及各位議員理事先生 大家好 財政及經濟發展出 104年11月至105年4月的施政工作報告 請參與書面資料第11至第27月 並提出兩點的補充 第一截至105年4月底 稅入實收書的金額為 45億4600萬5000元 佔稅入總預算的33.1% 稅出實付的金額為 49億1325萬9千元 佔稅出總預算的31.8% 差短了3億6725萬4千元 以社稅收入來指引 第二 前進貴會審議通過 臺東段342地號 就是在現在我們後方的空地 以及臺東段10地號 就是舊的稅間處的宿舍 在勝利街的部分 設定地上權案 已經辦理公告招商 預計在6月份來進行開標 協商局代表財政及經濟發展處 感謝各位議長 副議長及各位議員 先進的一個指教與支持 謝謝 好 謝謝盧處長 我們接下來請建設處 吳處長 大衛主席陳副議長 及各位議員先進 大家午安 建設處的書面資料 29月到42月以外 提出兩點補充 就是在鳳凰臺東立架西有摘修 總共經費是1億6800萬 經過我們 目前在施工 大概在鐵路橋上有的部分 有2000工程 6月底可以完工 然後下雨的部分 因為它是大概6000多萬 也是差了經費 所以時間比較久 大概10月可以完工 另外經過我們爭取 就針對原住民鄉鎮 的那個鄉道系統 總共經費有3800萬 大概這個月會核定 核定以後我們就會進行設計 這兩點以上補充 謝謝 好 謝謝吳處長 我們接下來請文化處中處長 大會主席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文化處工作報告 說到文化處的工作 比較光鮮有掌聲的 大概會想到是表演藝術 但是文化處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是深刻的記錄我們這塊土地 所發生的精彩的人跟物 所以去年一年文化處出了五本的專書 那我說這個工作的方向我今年會持續 那今年我要求文化處再繼續出四本書 第一點報告 第二個我們有感於現在的手機 還有各方面的電子通訊軟體 那我們覺得閱讀跟寫作已經慢慢被淡化 所以我一直在推廣閱讀 那我們深刻認為 在鄉鎮我們有很多的據點是不夠的 所以今年我推了一個叫默克閱讀小站 目前已經有五個鄉鎮響印 分別是東河 觀山 太馬里 長濱跟南語 那我們把我們木來的書 送到這些閱讀小站去 那讓這些帶孩子可以多一個地方 除了鄉鎮圖書館之外可以接觸到書本 那第三個是文化資產的普查 古蹟跟歷史建築我們民國91年普查 之後到現在也過了十幾年 所以明年我會申請重要的補助 來針對台東河的文化資產 再做一個全面性的普查 這是第三點報告 最後一點報告是 我們也深刻的認為 現在的孩子規矩跟品格是越來越不夠的 所以我要求我們的社區營造 跟地方文化版的業務 要加強推動品格教育 所有的鄉鎮社區發言社會提案裡面 只要提到加強新生活禮貌運動的品格教育的 總共優先加增 以上四點報告 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指教 謝謝 好 謝謝總署長 我們接下請原民處 吳署長 大會主席各位議員先進 原民處的報告請議員參與63-81頁 那另外有兩點補充報告 針對這次越武競賽 已在4月16號辦理決賽之後 那未來這些參賽的隊伍會結合 我們這次南島文化節 還有文化處的阿卡貝拉藝術節 會進行展演跟藝術交流 那另外針對部落大學的部分 除了我們有開示語文學文化課程 資訊教育跟產業學程跟社群級 實用學程之外 這次我們部落大學會加開一門課程 是針對公務機關服務的同仁 主要是為了要因應這一年 這一年多以來中央的法規命令 其實更改跟修正的非常快 魯元基法 部落公法人 國土計畫法 以及智商取得原住民族 同意參與辦法等等的刑法 或修正的法案 那讓未來我們希望說公務體系的同仁 讓他們先了解這些法規命令 對未來在公務上或與民眾面對面 直接溝通的時候 能夠充分了解用法的分跡 而不至於誤解法律 以上雲民處的補充報告 好 好 謝謝 無助長 我們接下來請教育處劉助長 主席以及各位議員先進 教育處的書面報告是在83頁到107頁 請各位參閱 我一下就相關的幾項事情做一個補充報告 教育處在去年的10月31號 我們公布了台東縣的教育發展架 主要是透過品格力 學習力 國際力跟關懷力 這四個領綱 作為我們台東縣這幾年整個教育發展的一個重點工作 那麼雖然過去這幾個月 我們有比較多的時間是在籌辦全中運 但是有相關的計劃 政策或法令呢 我們依然依照原來的進度都已經陸續完備 譬如說特殊教育的四年計劃 中生學習的四年計劃 以及台東縣的實驗教育三法 跟學校評鑑的實施要點 以及學校本位的教師持續要專業發展要點等等 那除此之外啊 我們也一直積極的在引進外在的資源 譬如說我們國中的畢業學生要選擇職業學校 我們去檢視了台東縣目前的高職 有幾個 譬如說護理科或者是幼兒保育科 或者是物理治療科 這個在我們台東縣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積極跟慈慧醫專簽訂了合作備忘錄 他們甚至幫我們台東縣的學生 去建立的屬於台東縣的獎助學金 然後也簽訂了跟我們台東縣的醫療院所的一個 產官學的合作計劃 將來只要是優秀的畢業的學生取得證照之後 就可以回到我們的台東縣的醫療院所來這個工作 那除此之外我們也認為學生的試制律是必須要受到監控的 所以我們也引進了試制律的一個監測機制 每一年去測驗兩次 長時間的去分析我們孩子在閱讀跟試制上面的一個發展 以上做這樣補充報告 謝謝各位議員指導 好 謝謝劉處長 我們接下來請觀禮處江處長 大會主席陳副議長以及我們在座各位議員先進 大家午安官旅處報告 主要是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跟香車公所 一起來爭取交通部觀光局的尤其據點特色價值的計劃 那我們已經爭取到九項計劃已經有核定的6200萬元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今年度的熱氣球的一個國際加年華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今年會首次來舉辦我們的第一屆的熱氣球的一個挑戰賽 那這是會邀請國際的一些飛行員來到台灣 來進行五天的一個挑戰賽 那還有包括我們今年的活動期間是從7月1號到8月7號 那我們也會進行的每周的有光雕音樂會 那會遺失到幾個除了陸野高台的 包括龍田大草原三仙台 資本的溫泉 還有大波池太馬里的曙光園區 以及最後來到我們台通市進行的閉幕的光雕音樂會 那所以說我們今年是周周都有光雕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的造星球今年也會特別的多 也會非常的有趣 進行各位議員有空的話可以來參與跟我們指導 那再來就是我們今年也爭取到 公安局的一個台東好玩卡的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補助我們一千萬元 那這也是在飛行時下是縣市裡面 我們台東是唯一得到這樣的一個計畫經費 所以說我們會持續利用台東好玩卡來結合我們所有的觀光資源 也就是利用現在比較流行的智慧的旅遊跟智慧票卡的方式 一卡在手能夠來到台東能夠自由在我們各個商店裡面進行消費 以上是關於處的報告 請他請各位議員參與人書面的一個資料 謝謝各位議員 好謝謝江處長 那個光雕到各鄉鎮喔 看能不能倫一下 不要指定在 像現在所辦的你們的職場啦 成功看別的鄉鎮看能不能倫你 可以的話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請農會處 大外主席陳副議長還有我們各位議員先生小姐 大家午安 剛才我很緊張想說我們黃瑞鎮 黃議員 或者是我們在座的各位也聽到我要報告就跑掉 所以有了還在 非常感謝 我想我們書面資料請參考123月到137月 我在這裡特別報告農社的申請 因為這個是大家最關心的 我們去年在9月4號 內政部跟農委會相關的法令公布之前 我們去年1到8月總共申請了221件 我們當時用最快的速度通過了184件 退回了37件 那從去年的9月到現在 申請了65件 通過2件 退回63件 最大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我這邊做簡單說明 第一個就是過去是強調書面審查 現在是實質 強調實質審查 過去我們在講相關的規定裡面 大概它比較沒有限制到說你相關的身份 現在很強調你農民的資格 包括農保全民健保還有第三類的 或者是其他的 那尤其在農保的話 不是農會可以開 它一定要是中央健保局或者是老委會才可以開 所以這個部分的限制是相當多 另外過去我們大概一般書面審查 14天就可以給了 現在大概 假如說是前面有相關規定的大概是45天 那假如說其他的可能60天 另外要做實質審查 包括實際農作的相關規定 所以難度非常高 相關的資料我想我們下一次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發給各位參考 並不是說我們要表演實在是標準非常高 謝謝 好謝謝農會主席處長 我們接下來請社會處 曹助長 主席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先生先生大家好 社會處工作報告 社會處的工作報告說明資料是在我們139月到193月 請各位議員參考 另外就是社會處為了應應一個小子化高齡化社會的社會結構 那我們近期也推出了比較新型態的計畫 在這邊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在多益的部分我們會持續來做那一個 拖益中心的布設 那會讓我們今年度會在中古區區 再增加一個拖益中心 讓我們整個縣的拖益的功能 都能夠四個區域都能夠把它布滿 讓它更完整 那來協助我們有那一些臨時拖益需求的家長 他能夠有地方可以做一個臨時拖益 那另外那一個我們也推動那一個所謂的養樂多計畫 就是協助我們有新生兒的兒童的家長 我們通過我們原來原有的保母系統 進到家庭裡面去協助他 協助他教育他 教導他怎麼來帶我們新生兒的兒童 另外老人的照顧部分 因為高齡化社會 目前我們大概會有五種型態的老人的一個照顧模式 除了剛剛現場市政報告裡面有提到的 那一個社區關外據點 那個老人自拖站 那還有我們衛生局 在推動的一項一日照的 這樣的中心以外 我們會有所謂的聚物師堂 那還有所謂的核青堂 這兩個功能會加進來 讓社區有自主性的一個老人照顧的一個功能 那若是家庭照顧的部分 我們目前跟財政部合作 那未來我們會透過他的財政資料中心 提早掌握到我們每一 財政線的每一戶的那個 若是家庭的那個功能 那未來我們可以提早做主動服務 這跟那個主動協助 大概會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社會服務網的一個延伸 跟擴大 那深化我們的那個社會福利的一個功能 以上報告謝謝 好謝謝曹處長 我們接下來請地政處江處長 大會主席陳副議長 各位議員先生女士大家好 地政處報告 地政團隊是民眾不動產財產權益的守護者 所以我們一直秉持著活力地政 跟貼心服務的宗旨 一直持續提供民眾更便捷更親切 更匿名的專業服務 那也希望將我們的服務的理念 付諸與行動 讓服務不再是個名詞 那主要是期望是說 希望說能夠推動地方的重大建設之外 也能夠提供給民眾更 也更有幸福感的生活環境 那有關104年 11月到105年 4月的工作報告 請各位先進參考書面資料 第195月到203月 以上報告 感謝議員長期對地政處的支持 並繼續給指導 謝謝 好 謝謝江處長 我們接下來請人事處 由處長 大會主席陳國儀長 各位月理事先進 大家好 那人事處的工作報告 在書面資料的205頁到213頁 那這裡請就我們105年推出金的申請以及經費 做一個簡單的補充 我們105年申請退休的公教人員數總共196人 總經費是9496萬元 那其中呢 教師有65人 4113萬元 警察有68人 2937萬元 而且其中 警察人員比104年少了36人 那我們為了讓警察局對警察人員的退留人數可以有效的控管 那我們也把所有的退休金全部交由警察局去做管制 讓他們可以預作調整 那在這裡呢 我們謝謝燕仙記們 對我們台庚線公務人員 推休經費的支持 讓我們的公教人員可以一宣的規劃 如願的退休 只做一項簡單的報告 謝謝各位 好 謝謝由處長 我們接下來請主席處長廖處長 大會主席陳副議長 各位議員先進大家好 主席處工作報告 那首先感謝各位議員先進評刺 對我們主席業務的支持 那請代表我們主席處的權力同仁能自善卸應 我們主席處的工作報告書面資料在215頁到220頁 那請各位議員來參與 那我請責要補充兩點報告 第一個是本身104年度的總決算計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 及中計表 那整編作業已經在4月完成 並且在105年的4月29日 寒宋台東縣審計制依法審定 並解除了各機關的財務責任 第二點 科政辦理各鄉鎮施工所104年度計劃局預算執行考核 那我們預計在7月份內完成 並依規定將考核結果列為106年度 各鄉鎮施工所縣統籌分別稅款增減博的餐具 以重量補充報告進行指教 謝謝 好謝謝廖處長 我們接下來請行政處長王處長 大會主席陳副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好 行政處104年11月至105年4月份施政工作報告在書面資料第225至230頁 盡情參閱 在此警救本府辦公廳設建築物耐震能力補強工程補充說明如下 為保障本府同仁及洽工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並符合辦公廳設應有之耐震與結構安全需求 在大會支持下本府在去年10月28號辦理大禮堂第三期大樓耐震補強工程的發包作業 並預定在今年的5月15日為履約期限 目前工程亦已完工試驗收程序完備後 本府建築物耐震能力補強工程及告完俊 再次感謝各位議員先進在預算以及各方面的支持 謝謝大家 好謝謝王處長 我們接下來請曾鋒劉處長 大會主席陳委長還有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大家好 曾鋒劉處報告 曾鋒劉處的這一個書面報告請參與第230頁到236頁 那現在僅針對四個面向來做一個可多的補充報告 第一在建立連政共識數率年能形象方面 我們會辦理這個連結楷模選拔 還有這個校演宣導 還有企業誠信能力的聯繫 然後還有這個連政志工的訓練講習 第一個在重視疑群的反應方面 我們會辦理這個連政的研究文件調查 那這個調查結果我們會去做一個分析報告 然後再寒話給相關的單位來做一個檢討 第三個就是在落實陽光法案方面 我們會辦理這個公子人員財產申報 還有這個公子人員財產申報資料的實質審查 在104年我們是受理公子人員財產申報案件有555件 並抽出78位來做這個實質審查 最後在這個處理檢舉案件 我們本期是受理有43件的這個上級交查 或者民眾檢舉的這個檢舉案件 那在追究這個行政責任方面是有兩件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議員先生多多指教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劉處長 我們最後一位國際處我們儀處長 國際發展及計畫處長 大會主席陳副議長以及各位議員先進 大家午安 國際處主要的工作內容 記載在報告書的237頁到248頁 以下補充指點 1月1號開始 計畫處進行組織調整成立 成為國際發展及計畫處 那主要是把資訊科改成資訊發展科 延展科改成公共服務科 我們的公共事務科改成新聞傳播科 另外我們的企劃跟研考合併成為企劃研考科 另外增加了一個國際推廣科 在不增加人力的情況之下 做了一個組織的調整 那原有的工作持續的進行 其中在資訊發展上面 我們今年特別增加了創客園區 希望能夠鼓勵更多的民間 參與整個公共事務的理解 同時來解決我們線內相關的問題 同時我們也進行人才的培養 希望引進人才 能夠來培養我們在地的孩子 讓我們的孩子 也能夠有一個不一樣的新的產業 能夠在台東來落地生根 另外在我們的整個國際推廣科 在新增的科上面 我們期望透過國際程序的交流 舉辦國際性的會議或活動 以及協助國際的廠商來台東來投資或進行採購 像是日本或是加拿大 以及最近的新加坡等等之類的 我們希望能夠建立國際的行銷通路 那這是新增加的國際推廣科 那其他科的業務持續的來進行 那一項報告 也謝謝各位議員的支持 更指導 並堅持到最後一位 謝謝大家 好 謝謝余處長 你們可以把你以後把對調在最前面嗎 不然你每次排排到最後一位 好 謝謝各位議員 也感謝各位媒體先進 我們今天早上的會議就到此告一段落 下午分組審查及收集資料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